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完全相同的一种经验状况 不过情感的本质有它相似的地方 因此可以举一反三 然后做一些联想去体会 比如说李厚主的家国人亡之感 我们没有这种那么悲切的情绪 但是我们对于一些喜爱的东西 美好东西的留恋 最后是留不得的一种悲痛 的确是人之常情 所以有一些词我们讲过 它不是会针对事况本身做直接的描述 它会把它画为一种心象 一种意象里面去呈现出来 所以它是塑造一种氛围 一种感觉 所以很多这样的写的东西 都是它的象征意思的 对于美好东西的留恋 消失变化 时光的一种变迁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自己实际的经验里面去碰触的 因此词在所抒发的 大概都是人的常情 我们的一般的 平常有的一种生命的情态 那当然不算虚样写的那么样的身取 优惟 或者跟跟跟真切的一种经验生活的一种感受 所以我们读词比较容易能够有所有所体会 那东坡词我们看过从杭州以来到现在密州 那很多宋别的作品 当然不外乎啊 人生有别岁月漂浮了这个主题 它不断有更深刻的感思 那上次啊 我们就停在水流戈头 所以东坡词在密州的时候 透过词啊 传达出一种身离死别的一种哀痛 首先是对于王妻的悼念 写的十年生死量满满 再来就是水流戈头 对弟弟不能见面带来的一种感伤 那都是透过词类书法 但是在东坡的抒情的一个书写方面 当然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一个纪元了 淫不纯然是为别人创作 而且呢 在一种歌舞环境里面 凑合这个环境里面去书写 更多的淫变成是 他个人的书情诗 可是这种人是书情诗 但跟一般的诗不同 我刚才我们所说的 他会化为一种呢 我们共有的一番经验 比如东坡词啊 都弟弟的思念的情怀吧 对不对 我们也有一种啊 离别相似的感伤 透过他的词 还有他最后结尾说 但愿人长久建立共产军 那是不难体会的 我们透过一个 一个月光 来贯穿彼此的一种情感 也在中国文化成长的人 当然都有共同的一种经验 那下面呢 我们还是要选择密州到湖州 十州湖州的阶段里面 跟大家去介绍 那这个时期 也像我说了 毕竟不是杭州时期 第一就是 连岁的增长 带来环境的变化 不像过去 那么好的一种 失误歌酒的一种背景 所以词对东坡来说 可以啊 更单纯一点的 变成是生命经验的一种分享 所以我们看到 他的词的抒情性的越来越强 那下面呢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首啊 是七十一首的江城子 你们书本的一百零八页 那宋别 仇振之作 还是东坡子在角旗里面的大宗 而透过人与人的相聚又相离 会激发出很深刻的天涯流转生命的一种感慨 当然体会越来越深 文学技巧当然它有很多的变化 我们看到东坡的文学的一个表现 那下面这首啊 就是江城子 我们看到江城子这个词 本坡东坡很喜欢写的 那的确比较长短参差 很适合书写的一种啊 这样的情怀 那词题是东武雪中送客 东武我们讲过是密州诸城的一个古称 那是东武雪中送客 冬天的时候有客人来找他 这个时候又离去了 那个情境当然不一样了 以前我们看东坡都是在秋天啊 或者在江南的地方来送别客人 整个环境是不一样的 这首词在雪中送客 当然我们说宋别亚有情感 会从你身处的处理 你处理的方式去明白了 去呈现出来的 这首词有他很突出的地方 我们看看这句词 然后相从不觉又出寒 对尊前席流连 风景离亭 兵节泪珠园 血液流军 军不住 从此去少庆患 转头山上转头看 路满满 玉花凡 云海观眶 何处是超然 知道故人相念佛 西翠袖 义珠难 我们讲东坡 写情感的部分 有几个间接的方式 一个是以警抒情嘛 对不对 借警来遇情 另外一种就是 用带那个对面言情的手法 从我这个角度 也想到你这个角度 你这种自己用的这种方式 很生动啊 深刻的表达这份 彼此互动的一份情怀 那这个始终有文言的一份信念吧 你不能骤然去否定情感这存在 更多设想 从我这个角度 也想到你这个角度 这是对情感的一份信任 如果人呢不能啊 里面赋予情感这份意义的话 一切都在否定 都是负面去想象 我们的情感世界的话 人生真的是很 很无望的 但起码你相信 就有存在的意义了 东坡在这里面 这种书写方式是 主要是传达出这样的 对情感的执着 一种执念 是支撑生命很重要的一种力量 都很多年后 东坡反省了 这一生里面最大的困扰就是因为多情 使得早生化放 也因为多情 使得生命更丰实 更有一种救赎的力量在 那是一体两面的 看着怎么样去去处理而已 这里面看到 我们不只纯纯看到一种 一种表达的方式 抒情的一种啊 一种方法 跟中边看到背后的一种 用情的态度 对情感的一份信念 那这个离别 他说了 有人说啊 这个朋友啊 这个客人不是别人 就是张传道 后面呢 我们的编里后面也弹出来 如果是这个张传道的话 他原名叫张传 后来叫传道 自传道 他是敏人 敏人是福建人 担任了地方的周学的教授 地方的一个教授的官决 那我很想象呢 这位张传道啊 来跟东坡之前没什么来往啊 也许是木斗 东坡之明吧 来过这个地方 跟东坡在一起呢 谈得蛮头气的 但是啊 一直想拖时间 可等到了 说十二月的冬天 不得不回家了 因为从啊 山东 如果他假设 他有回家过年的话 这个时候就不得不 马不停停跑回家去了 因为已经是蛮晚的时间了 所以东坡开头啊 就写出他们的 这个 一个离别的一个状况 他说啊 在这边呢 相从不觉 又出寒 相从就是 我们说 相交相晚 我们这个朋友来找他 本来是蛮 蛮欢乐的 不知不觉呢 就由 也许去啊 更早的秋天啊 就到了天寒雪飘的冬季了 但那个不觉用的很好的 因为两个自己看得出了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一种欢乐的感觉啊 就不感觉到时光的流逝了 当然把那种啊 朋友在乐在其中 忘识的一种感觉写出来 不觉又出寒 没想到啊 走那么快 已经又到了 哎 又刚刚就降雪的时候 当然又顾虑到 这个朋友不禁不住在这里 他有返家的话 有趁早 不然那雪风路的话 他就跑不回去了 这东坡走 纵然想留也留不住了 时间已满紧迫了 不觉又出寒 我们在松词里面那种副词用得蛮好 又啊 在啊 等等的用得很好 里面有很深的情感的 就是说 又到了这样的时间 有一种很无赖的 为什么时间就这样的 就一回又一回了 就这样的催促人呢 里面用字既然有情感 比如李后祖所说嘛 小的昨天又东风 对不对 你想到人生的无赖的 去年才干过 现在又来了 人生岁月都没什么变化 但人已经脑袭不少 或者家国已经面目全非了 这个幼子有一个不变的自然 对照出人世的变化 你看 本来你可以预期了 从秋到冬走这样的 但是呢 这里都可以幼的话 就感到一种无赖 为什么又是这样的一个时期 为什么时间就是如此 这样一种有情感的表达 我们读诗节的时候 这些词啊 你不能每个字都填得满满的 对吧 很坚实的填上去 有一种是虚字 虚字里面大概是情感的 一个感叹 为什么又一个 对不对 好 那在我们说词的读法都是 每个运就是一个情节了 这句已经讲完一个状况了 那下面呢 当然面对这个又出汗 为什么会有那么深感叹呢 就导入主题来了 因为两个人就在离庭上面 将有相别的时候了 他说对于尊前 在尊前是蛮快乐的 尊是酒尊嘛 酒杯 对着尊前就是在盐席上喝着酒的 就是当下 好 应该是欢乐的 但是呢 表面的欢乐就掩盖不了了心中的一种惆怅 为什么 喜榴莲 赶上时间又流水一样的匆匆而去的 喜榴莲 尤其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是春天刚到春初春也罢了 嗯 烟花山月下扬州 还是充满一种期待美好 但是毕竟一年将近 我们看到东坡的时光流水之感 尤其在秋以后 特别深的 因为就是一年将近的时候 更深刻的一种感受 如果一个春天开始的一年之际嘛 也许有 还有一点点的期待 但这个时候就不是了 一年有过去 所以这个喜榴莲就用得很重了 很感叹 感叹感叹感惜了 时间如流水一样的 就这样飞逝过去的 好了 我们说词都这样的跌跌荡荡 什么跌跌荡荡的 你看那个情怀的 情感的一个幅度的 上重不觉又出汗 上重是很好了 但是不觉又穿就丢下去了 对尊前是好的 喜榴莲又悲伤又压下去 我觉得这里也是沿着音乐的高地起伏来填写 我常常讲 现在音乐不见了 假设你要为这些歌词重新谱曲的话 你要抓到他的tempo 就是从怎么抓到呢 从他的情意的表达方式 是高昂还是跌下来的 针对他来把那个音调把他抓到 把节奏旋律掌握到 那个传达出来的情感都差到好处了 所以词不能平铺之序 除了一些很无聊的一种情绪 每一次都差不多的 所以一个不好的是什么 我很悲伤很落寞很难过难过的不得了 整个下去的时候就平平无奇没变化 最后实在得失高地变化之中去呈现出来 就有一个节奏感了 好了 在这个形形下 中央喜榴莲 但毕竟敢上时又回事 但当下更要珍惜 对不对 所以他下面就写出在梨庭上面的一个状况 他说风景梨庭 那兵节泪租源 有些词就会用到夸张的手法里面 就写出一种礼别的情怀 那我们刚才说过了 那间接言情方式 还有一种就是代谜的方式 用别人来替代我们去说法的一个情怀 尤其词这种问题是透过第三者 因为歌吕在唱出来 因此有些不辨言说的歌人的情怀 可以透过歌词用歌吕 用歌吕的声容面貌 他的唱唱唱把它表达出来 那这里面当然不止他们两个 也有一些歌吕相伴的 所以他们也可以在里面增加这种离仇的氛围的 风景梨庭 你看这个环境多难过 为什么更感到榴莲 走牛子飞在过去 因为环境也不稳定的 风吹到非常的凄景 很猛烈的风景 不许心心松松的风景 一波接一波非常的快速的风景 在梨庭上 那我们说宋别是这样的 从距离看到一个人 那种情感的深浅的 你说李白宋友人 你看他宋的友人 你是一个无名士人 叫什么 青山横北过白水要东城 乘过什么 从内城到外城去 去到什么 去到你走不过的山的前面 然后才停止 如果不时有很深的情 你不可能把人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最后还要赶回去 多漫长的路途 所以从里面看到离情的一个深度 从长的宋别的情景 所以东坡也不需要在关牙里面 摄印款待是在离亭 离别的亭子 也说五里一短亭 十里一长亭 都是方便人在那边收习送行的最好的地方 对不对 东坡也是很周到的 从也许在自己的家关牙里面就送到离亭去 那时候看到什么 风景离亭 风吹得非常的猛烈 北风漆景 当然前面一下子去出寒 可能也许有一些霜雪的了 对不对 正在一种离别的一种氛围的 那这个时候感觉到 冰结泪珠源 你看我们快乐不起来 而且身体的寒冷 心里面的孤绝难过 是相当的清楚的 冰结泪珠源 你本来是想落泪 表达一种离情意义的感觉 可是那时候 但泪珠源出来的时候 都好像凌结冰块在你的脸颊上面 你看多么的一种难受 冰结泪珠源 这是最好的见证 泪水真的会出来 但是都冰封在那个脸蛋上 当然这有点夸张 都好像泪珠迎结成冰 当然夸张是一点 但情感真的是很正确的表达出来 这当然不准是东坡本人 他可能是这些歌旅人 也在那边来助兴的 他们也跟着落泪 跟他凄惨的画面 并且泪珠源 好了 冰都并且在我们脸上 给你更深刻的感觉了 我们真的舍得让你走 或者你真的舍得离去吗 但这里面老天银告诉我们 他实际上都挽留你了 因为太严酷的一个天气了 最好不要走吧 水亦流军 你看沙士雪来了 你看走起来时很艰辛的 你要不要走呢 那有种恐吓的作用了 对不对 你不要走了 你看那么冷的天气了 对不对 但是军不住 外界的环境虽然恶劣 但你还是要归心事件吧 毕竟你还有一个家 或者有更重要的地方去 所以军还是留不住的 我们说他蛮能掌握到 词的情调的一种 一阳顿挫的感觉 对不对 很多的一种推婉的一种方式 所以刘军是正面出来了 但军不住要否定掉 对不对 因为不是外界的环境的问题 此情不惯了 风与月是跟人情有关的 所以是留不住你了 但几人生就这样很舍不得的 还是让你离去吧 就算老天你帮忙了 下前水来 想希望能离啊 遏止你的念头 希望你能够不要步上了 征途去 但毕竟我们还是没办法留住你了 那从此去 少清欢 那你从从此你离开之后呢 我们少了一种呢 很平淡的淡雅的一种欢愉的 所以清欢后来都会用到的 是一种不带一种利害关系 纯然心灵上的一种感受 很清新淡雅的一种欢愉 君子之交淡如水 不是一种欢天喜地的 当然这里跟雪有关的一种呢 君子之交一种冰雪之交一样 是清清爽爽的 不带杂质黏黏的感觉 就少得一种欢乐 可能跟那个张传道 谈得蛮头气的 心灵的一种感受是非常的欢乐的 所以他觉得啊 你的确是少一个可以跟我谈性的人 少了这种清新淡然的欢乐的 当然跟环境有关 因为春天大概就不是这样写的 当然因为冬天跟雪有关 上面的都种的用雪开头雪 就结尾 好 这里是写离别当下的一个情形 这个也没什么 在东坡前面的词里面 我们看到他很多这样的表现 然后面呢 东坡开始了 他的文学技巧出来了 当然他是假设 这位张传道离开之后 在旅途中 他离开了 我有一个人在这边了 彼此都孤独的 那以后如何联系这份情感呢 他的设想呢 好 张传道离开之后 一定经过一个地方 他说转头山上转头看了 张传子压的平生运 所以这个只读看 不是看 转头看 转头山呢 就在东武 就是一个朱城县的南方 四十里的地方 他的菜车他走那边 我路去那边 那个刚好有个山 有个山叫转头山 顾名思义了 那张传道了 去到那个地方 必经此处吧 因此呢看到这个山民 想到这个山民的话 一定会转头看 一定回过头来 看我这边 其实东方 东坡在密州 诸城在北方 转头山是在南方 所以他本来是往南走的 但看到转头山呢 他提醒你了 你要回头看看吧 这个他就会掉头了 去看我这个地方 这写出一种呢 离情有多生产 他只要啊 这个地方呢 读物思人啦 看这个地方 一定会转头看我的 当然东坡是相当有信心 去磨研这份情感 他说 路满满 欲花返 那这个也是因为压平身韵 所以不能读漫漫 就读漫漫 第二声 这古典诗词里面呢 很多的一字多音 其实方便诗人来取用的 因为有些字啊 有些格律固定的用平身 或者这声 如果你只读了音的话 可能就没办法去使用了 所以是给他一个方便的方法 让你随便可以呢 有一个字 可以有两音三音的读法 随时会放在不同的 评测的一个地方的 好 慢慢传入了 欲花翻 欲花就是雪花嘛 如玉之雪 雪花纷飞 你看中文还蛮会说的情境的 但你走了 刚才都不保留住 就不把那个雪景写出来 等到下面这一篇 等到你回头的时候 哇 望过去的时候 欲花翻飞 雪花到处飞 但你就遮住你的视野了 看也看不清了 但是纵然如此 他猜色 专长度还是会继续看的 他说 云海光荒 何处是超然 当然超然我们知道 它是一语相关的 一个就指超然台 东坡在密州 有个超然台 也许你跟那个 张传道有玩过 也许他所谓的离天 就是在超然台也说不定 所以他一定会搜索 之前跟东坡在一起的地方的 但是云海光荒 云海回头看到的时候 云海渺茫了 光景很辽阔 白茫茫的一片 他也没有举栏针 他怎么看呢 云海光荒 因为白亮亮的一片 非常的辽阔 云海茫茫 对不对 如云如海 这个还是有海花的一样的 一种状况 何处是超然 他一定去寻找了 哪里是超然台呢 当然我们说了 这些一语相关什么呢 除了是超然台的时候 人为什么都是这样 情感的东西 挣脱不了的 谁能够超越情感 这种相对心呢 何处是超然 谁能够超然物外 不为情所困扰呢 凡夫俗子 于理我都做不到了 所以杜茫问这句很有意思 何处是超然 即使写地方 也是问一个问题来了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超然 情感是那么样的 一个令人痛苦的事情 为什么摆脱不了 超然于外 何处是超然 当然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 杜茫也 即使来摩尼亚 张传道的心境 也是他自己的一种困惑 为什么我还是去牵挂着理 而且因此想上理呢 还是回头去看我这边呢 我们什么时候 能够真的做到超然 何处是超然 当然这实际上 就是超然一个地方 超然台的 好 他就说了 这是从对方的角度写的 他就告诉他了 如果你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这个情感不是你独自一个人的 那是彼此都有关联的 为什么呢 他说知道固然相恋佛 你知不知道啊 你的固然是谁啊 就书龙破他自己了 你的好朋友啊 一直也在相恋着理啊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会回头看 因为我的情感呼唤着理啊 你才会看到这个转头上来看我的 你不想想看吗 照在理啊 正在回头看我的时候呢 我正在什么西翠寿以助蓝 真的呢 大家这些女孩子 那些歌女 倚着超然的栏杆上 真的看着你那一边 东坡之前不写我吗 但愿人长久五千里共产卷 对不对 月光会贯穿彼此的 只有台头仰望 月光就是人情的相依相细之处 那我东坡也相信呢 因为我们呢 这份情感是彼此互通的 当你在那边回头看的时候 也许也正是我思念你之时啊 回头 这当然东坡 我一定真的有事 但写出一种情感 互相 的关联性了 我现在非常地一个动人的 对于一个人情的一份信任 所以东坡这一手呢 又用了所谓的对面言情的手法 当然是在 这个不止东坡了 我们回到前面 像刘勇 巴胜甘州 用了相立式的一种手法的 在巴胜甘州 他流浪在 在他乡 那我的秋天到的时候呢 他也是感到时光匆匆的过去无赖 思念起家里的人来 所以他就写出这样的状况 他说想家人 我在想家人 那个女孩子的庄楼勇望 庄第二声 庄楼勇望就是仰望着 庄楼勇望 物己回天际是归走 我猜测了 当我离别之后 那个女孩子一定在那个楼台里面呢 每天起来啊 就说 他们的楼台 多少次 把错把别人回来的船 就以为我的归走 每次都是美丽的错误 估计回天际是归走 当然这是将心比心的 刘勇是穷的 这角度去模拟女孩子 那这里不是没根据的 有点熟悉词的知道的 在花间词里面 温婷云不少一首望江南 那女孩子是什么 每天起来是梳洗吧 那独以望江楼 过今千凡皆不适 下回莫莫水悠悠 长段百平舟 这是常常唱的歌曲 也是人之常情 以在江边盼望情人归来 也是很多人有的经验 所以刘勇同学已经想象了 那女孩子也许如同那女孩子 都在那边 但是呢 既然我不回来 多少次都会把错把别人以为我 我的跪来 这就是郑周瑜 美丽那个错误的一个 原处处 美丽的错误 那你知道呢 为什么我这样想啊 你真自我这真自到我呢 以狼干处 真人灵仇 真人的真如此这样的愁眉 你愁眩难解吗 我所以这样想你 因为我正是想念着你 就是将心比心的 那更早的时候 词不也写过吗 幻我心为你心 使之相一生 这原处就是这样的 东坡所写的也是这个 但以前的人使用在男女之情 东坡演在同性朋友之间的 一份很深厚的那种 一份情怀 但没有前面是很难做 后面的推论的 因为你知道吗 都没有很珍惜那份情怀 从此去少情怀 他没有这个后面 他说有点夸张的 但是呢 很相信这个 很难得的碰到这个 这个知音人 能够跟我分享那份欢乐 你离去的时候我多寂寞 你也寂寞 我也寂寞 所以我们只能用彼此的胖 伤望来弥补人生的那种缺陷吧 所以这词系上呢 在利用上面 跟过去又有些不同 一个是季节的问题 东坡怎么处理 再来他手法上面呢 更加的一个灵活 另外当然是手法里面背后的那种情感呢 就越来越深刻的 好 这我们补充前面呢 就说同样是写离别的词啊 从杭州到密州 事实上都会有些变化了 东坡更能从啊 更正面的地方里面去肯定了 此情不渝的那种精神 那下面呢 我们来对照了 刚才这一首啊 是从东坡的角度去送别这位张传道离去的 送别词有两种 一个就是对方离去 我作诗填词来相送 那是 我一直以为送 比如说刚才是雪中送那个 有人 那上面这一首呢 我们放到73首的蝶莲花 就在111页 这个时候呢 东坡已经三年任期到了 他就被 掉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他就离开密州 他就从啊 先又回到京城去 所以从密州呢 就先经过齐州 本来他的弟弟 就是齐州担任书记的 但是没想到 弟弟也早一步掉走了 所以东坡也是铺个空 但刚好呢 他的朋友呢 李公泽担任齐州的基州 李公泽的原名叫李长 跟东坡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刚好的那个地方 所以东坡呢 就经过齐州 去了济南呢 就拜访了一位李公泽 但是不久呢 东坡又离去 这时候是要走的人 是苏东坡 所以呢 他在这边呢 牧村别李公泽 宋跟别是有分别的 我们统称为宋别师 对不对 前面是宋 雪中宋客 那这一首呢 是东坡 牧村别友 两个是刚好相对的 那是宋别的两面了 对不对 我要走 但别人来宋我 我为了感谢他 所以要回赠给他一首诗 所以啊 我们要称这种诗为 留别或者正别 或者一个留子都可以 或者正都可以 这是换了不同的立场来写的 好 牧村别李公泽 我们看这首《蝶恋花》 苏苏无风花志多 寂寞园林 流老樱桃过 若遇有情还照作 一山清一点横云破 路径何为人转多 细难渝州 月暗孤灯火 屏障飞魂朝处夙 我是君处 君思我 好 东坡做得很好的总结了 刚才刘勇所说的这种情形 或者他自己写到的 知道固然相恋否 都是最后这句话所说的 我是君处 君思我 但是对情感多么的一份醒人 彼此都是互通的 东坡走在这里面 最后要做了这个总结了 也可以说把他宋别词的前面所想的种种 这句话是最能够归纳住这份情怀的 好 这首前面先写了宋别的情境 暮春三月 固有相逢当然是蛮快乐 但毕竟东坡还是有时间的一个限制的 拖到暮春三月他不得不离去了 所以也蛮感伤 那首也从井开始写起了 苏苏无风花自动 鼠鼠 鼠鼠 鼠就是以前 这一齐tit 随碎的物纷纷丢下来的样子 也摩开他的声音 对不对 细吴纷纷下跅的样子 鼠鼠 这样下来 我们现在可以摩一个声音了 就是这样一片一片的耍上来 但那种很随碎的声音呢 你聽智商的東西很用心才聽得到的 尤其花不是任何樣的一個笨重的東西 好啊 中央無風了 花字多 因為真的是寫出木村 那如果是剛好春天花開的時候 花還是牢牢的長在樹木上 除非風很大才把它吹下來 到這個時候呢 你中央無風了 花旗已經到了 它自然就會掉下來的 所以事實上就點出了真的木村的時節 是別的 樹樹無風 花字多 那我們看那個字 在詩詞 尤其詞裡面 我們不能解圍的時候 花孜孜然然的丟下來 當然這個太輕柔了 用王偉手說了 木莫福庸花紛紛開扯落 那個開扯落也很字嘛 對不對 但事實上在詞裡面 那個字往往帶有情緒的 不是一種客觀 自然的意思 它有兩面的 怎麼說呢 如果李後 李新教部有詞這樣寫嘛 花子飄零水滋流 一種相似 亮出閑丑 花子飄零水滋流 那個字跟那個字 也是花字多啊 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呢 它兩面 一個就是 它就如此這樣的掉落了 自自然然 不是我剛才講它的 它就掉下來了 但是背後有個前台詞 什麼呢 它如此掉落 我卻是無能為力 無可奈何 任由它這樣掉下去 有一種呢 理想幫也幫不到忙 對不對 用理想你也說嘛 東風無力 百花殘那種無賴 也有一種呢 彥術所說的 無可奈何 花落去的感傷 所以這個詞裡面用這個字的時候呢 不是純然那種呢 客觀的描寫 戲山有一種很不捨 卻有無賴的心情的 蘇蘇無縫 花字多 大自然也沒有特別是摧殘它了 特別是掉落 我們也任由它如此 我們也百般留戀 但是也留不住它了 這種感傷 所以讀詩詩的時候 這些字呢 又仔細去體會了 不能呢 心中傲 字就是自然的把它帶過去了 好 這個時候呢 總是寂寞緣嶺 兩個人在這邊喝的酒 但是因為他離情奕奕啊 感覺都並不那麼歡樂 很安靜的寂靜的緣嶺上 這個時候呢 因為是真的是好朋友呢 他不需要其他歌旅來相伴的 兩個真的是談心的事情 那剛才張傳道呢 因為是一個來做客的 為了送別他 東風是換宴來送別 但這裡呢不一樣 兩個人呢都是心連心的 就坐在園庭上 就感到呢是寂寞的 因為這是百花 百花雕藏之時 兩個人呢 當然也呢 帶著一種離情的心事嘛 所以就感到寂寞緣嶺 那時候講的是什麼呢 流老櫻桃過 東風的詞裡面呢 事實上是山崗的時候呢 一直呢 在你停頓的時候呢 讓你呢 無聊自己 會感受到什麼 徐漸的默默的行徑 裡面有一種呢 歲月飄浮的感覺 一直都在生發在其中 為什麼感到寂寞 不是他空空靜靜的 一直在就看到什麼呢 一切都在變化著 為什麼大自然的來來去去 人卻不換 安定在一處呢 裡面背後有這種感傷的 所以下面有回到一個自然景色描寫的 當然帶著情緒 柳老櫻桃過 柳都變老了 因為柳已經長大了對不對 而且柳絮紛飛之時 長的葉子也就茂密了 你看到時間的痕跡 就在你眼前的 那時候你不要看手錶 不要看時鐘 眼前的大自然都告訴你 時時刻刻都在變化著 柳老櫻桃花已經開過了 櫻桃過 柳老櫻桃過 你看都是 這裡你看看了 我們說了情感 會從他用的詞語裡面體會出來的 比如說看那個人 如果他是比較 有多很正面的一種意象的時候 他用的字會比較 比較多動詞 比較明亮 比較多有力度的一種詞 但這裡你看 洞波用的什麼詞語形容 一個是無風 花字墮 是往下垂的 柳是老的 櫻桃花是過的 一切都是消失變化的感覺 所以情緒是哀傷的 所以難怪中間 靠著一個詞語叫寂寞 那寂寞是從裡面體會出來的 所以我看到他的情緒 是多麼的不好 我們說文學的時候 都有情感的 你可不可以形容 不是隨便用的 柳老櫻桃過 如果那個時候 像是年輕之時 看到柳花 都覺得很高興 很明亮 綠柔柔的 有另外的體會 但這個時候不是 感到像歲月漂浮的感傷 我們說時間至上是 但痕跡尤其在春天裡面 更在花草的變化上面 會看得出來的 在元代的時候 有一位詞人我很喜歡 叫蔣傑 他有一首詞叫余美人 他寫到他飄蕩的江湖之中 看到時間的變化 很感傷 他這樣寫 他說 流光榮一霸人套 紅了櫻桃 綠了霸蕉 你看 這個紅了櫻桃還變紅了 這裡櫻桃還過 時間更晚了 時間只有痕跡的 紅了櫻桃 這個柳一方面 叫霸柳就過去嘛 對不對 接著一個時間的變化了 而柳一種感傷 就如此 就這樣到來就變化了 紅了櫻桃 綠了霸蕉 所以時時刻刻大臣告訴我們 時間已經到什麼時候了 臺灣台大的春天是這樣的 先是呢 杜鑽花季之後 最後叫流蘇 流蘇花落 春天就真的過去了 我們就開始要上學了 忘了歸來不倒春將戶 對不對 同樣的情懷 那這個古人就這樣去體會 所以時間是有顏色 顏色會變化 隨時大臣會警醒你 你要多麼的留意 對不對 紅了櫻桃 綠了霸 有些過去 有些新的東西有來 這個了字很重要的 了霸了霸 如此這樣的無賴 對不對 用個了字 所以常常很深的感嘆 所以我們說了 詩詞不能只看字面 也要看它有用的字的 傳達的情感的 紅了櫻桃 綠了霸蕉 都很有情味 對不對 假設你把這個詞改成 流光容易霸人炮 紅櫻桃與綠芭蕉 整個就不一樣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兩個了很重要 就這樣就這樣 了霸霸 對不對 很無賴的 所以詞就讀到 它為什麼用這樣的長句 用一個短句 或者加一個虛字 是傳情的 這種兩個 流老櫻桃過櫻桃花 凋謝了 原花幾已過 你看多晚 真的夏天都到了 人最怕的 東波很很敏 就體會到的 春夏變化 尤其一天晚上 將近變化的時候 所以東波後來 他很喜歡寫的 夜半三更至十 對不對 就是一天將近 第二天清亮 清晨將有開始的時候 他尤其感覺到生命的一種 一種變化的 一種感傷 好 在這裡面一切變化了 但是 縱然一切變化 東波希望在裡面 能夠肯定一點就是什麼 一種此情不遇的精神 所以上面呢 縱然前面很感傷 花就見過了 春去下來也如此 但是 有份人情是永遠不因此而變的 什麼呢 就是我跟李公哲的情 所以上面呢 從比較 他有一種精神來 他說 落日有情 還照做 三清一點 橫雲破 你看景蠻好的 東波不用說了 用鏡頭呈現出來 如果東波是個導演 我覺得他很厲害的 前面的景是比較幽暗的 寂寞 你看老啊 櫻桃過啊 中間有紅啊 有綠色 有紙和所有的顏色 但是都是帶一種 暗淡的色澤的 但寫到這裡的時候呢 有一種亮的感覺出來的 為什麼呢 對情感的肯定 那落日有情 還照做 好 縱然 太陽像下山了 但是呢 依舊好山呢 還有情懷一樣的 照著我們的座位上 照著我們兩個人身上 那這裡面我們不由得想起了 李白的一首頌有緣的詩人 我們剛才不能唸過嗎 青山橫北郭 白手藥東城 他後面有兩句說什麼 浮雲有紫意 落日固人情 浮雲有紫意 那我不用敲黑板 那大家很熟悉的 字也很簡單 浮雲有紫意 看到浮雲 就想到呢 我們有紫一樣的 到處飄蕩 一起浮雲 如同人生的變化一樣 有紫的心情 如同浮雲一般的 永遠都住不住一個地方 都東飄西蕩 但有個不變的什麼 落日固人情 太陽下山 好像固人的情懷一樣 有一種意義不捨 很溫暖的感覺 緩緩地去垂下來 溫馨你的心頭 所以這裡面是一個 一個張力 落日固人情 東飄西蕩就用了這個了 落日 可以跟這個意義上的觀點 落日有情緩造作 就暗含了固人的 一種惜別之意 好 你現在 來送我了 你的情懷如同太陽下山 那種溫暖的情懷一樣 落日有情 他之前也是相安慰的 剛好他之前 陽光浮照的寂寞的原因 就給我們一點點的溫馨 現在我即將就離去了 但我的好朋友 李公哲也如同落日案的 把他的溫暖 曝曬在我的身上 你多感激 所以這裡是對李公哲 那份送別情懷的 一份感激的 那以後 我在天涯海角 碰到同樣的太陽的時候 那種陽光 我都會感覺到 你那份友情 一直溫馨在我的身上的 落日有情 還照作 還用得很好的 依舊不變的 永遠都在的 還依舊如此 不會捨棄你的 那明天以後呢 三千一點橫雲破 東北這個詞 他知道了 這個地方最後一句 必須要來乘上啟下 做前面的了斷 但要開出下面一段來 為什麼 他名譽就要離開了 以前唐人的師父寫過嗎 名譽隔三月 事事兩茫茫啊 以前呢 走就走三路去的時候 隔這個山 因此呢 我們呢 走彼此都不知道 對方的消息 所以下面呢 寫出什麼 他以後離去之後的 一個狂狂的 他說 三千一點橫雲破 那眼前的 青山一點橫雲破 那山一本來看不到了 要被雲接住 可是在雲端的上面呢 還有一點 吐出來的山間在前面 那個就是我啊 這樣有跨過去 未來的遙遠 遙遠的征途了 在青山以外 我就是走一個 不斷不斷往前走的一段 一段旅程 以後你看的山 就知道 固然就在走到 山之外的世界去了 山進一點橫雲破 他寫得蠻美的 把那本來李白的 詩句裡面 做一個很詩化的處理 充滿一種很溫馨的感覺 好了 寫到山進一點橫雲破的話 好了 橫雲 我們講過了 浮雲有止意嘛 帶出有止的心情 也那種山進 也代表一種永恆不變的情感 山也阻擋了彼此的關係 因為我要遠去了 所以帶出後面一段來 那是蠻順勢的一種 所以看到這個時候呢 東坡的筆法 已經相當的一種純熟了 他知道上下片的一種關聯 以前有些時候 東坡的詞 上下片分得很清楚 上面寫一個 下面寫另外一種情況 並不那麼連貫 那這時呢 山進一點橫雲破 這個是想到以後呢 我跨過一個青山以後 我以後的征途怎麼樣 剛才那一首啊 張成子 東坡是磨擬了一個狀態 就是張傳道社長 他在旅途中回頭看的情形 現在東坡有呢 在這個當下呢 想到呢 他今天晚上 離開以後 到了另外的世界的時候 那種感傷 他寫 以事實上自己呢 在征途上面的狀況了 好 下面寫什麼呢 路近 如河迴 人轉多 你想到路途很遙遠呢 走個山 又立水 而往遠出去 好 走到路的盡頭了 走不近了 然後呢 河迴 河了就彎曲了 迂迴著 就搭船去了 人轉多 人也搭上船呢 不斷跟著河水的彎度 不斷地轉變他的方向 你看得出 我這個旅途有多艱辛對不對 剛才是走陸路 那之後又走水路 走水路的時候 也不是平坦的路 裡面很多曲曲折折的 都不久想到 我以後走的路是很艱難的 那最後呢 濕爛漁村 月暗孤燈火 那我最後呢 一個晚上的時候呢 想像我都無法再遠行了 所以把船 船 船藍呢 就濕在一個漁村裡面 但那是很冷落的地方 那時候呢 陪伴著我什麼 月暗孤燈火 人多麼很會用的 剛才是落雨友情 還照做 都溫馨 太陽下山的一種很溫暖的感覺 但以後我的世界呢 是黑暗的一片 但只有呢 暗月相伴 而且點著一個呢 很呢 很微弱的燈光 讓我呢 中夜難眠 月暗孤燈火 你看 日日夜夜不同的情景 我離去的時候呢 我是不是人生的黑暗一樣 但只有呢 月光相陪 就孤單的一個燈火陪伴著我 對不對 點亮著這個燈 但那個時候 我多麼希望能夠跟你在一起 他說屏障非魂 昭楚塑 我是君處 君是我 這不徒歇徒塑 那楚詞昭魂的一個語助詞 才能一個塑塑來押韻的 這是南方的一個語調 對不對 東波因為呢 他想他以後可能往江南去 以前古楚國之地了 所以那邊我會用當地的畫 來寫一些歌要來送給你 那這裡面這句話不好解 他意思是說 屏障 屏障 依靠著 依賴著 屏靠著 什麼呢 非魂昭楚塑 那我們說人的魂 我之前曾講過 人的魂 本來守在你的心中的 有幾個狀況 你的魂飄散在外 一個就是 身重病了 我們就會神智不清 對不對 那個魂就變成游魂 我們整個魂不守舍 亂掉了 所以講話都是要亂七八糟的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守住那個心 那個魂 再來就是 可能喝醉酒了 我的魂就亂掉了 也會胡言亂語 再來就是 可能就是 做夢了 悲傷過度了 對葬神裡的魂不在 那這裡面是什麼 其實呢 離別之後 那個心魂都 都飄散了 虛魂落魄了 本來跟你在一起 很自在的 心魂相守在一起 很快樂 等那跟你離開之後呢 我的魂就飄散了 我怎麼把這個魂 召回來呢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 是用這個方式的 這是一個道莊訣 它是什麼呢 屏障 楚塑 召飛魂的意思 當年屈原 我們寫啊 招魂的篇章 使師文能夠 把他離散的魂 招回來 那用文章來寫出來 那意思就是說 以後我們只有就是呢 靠著寫作 這詩文的東西 來把我們呢 失去的那個離魂 招回來 當你寫詩當下 相信對方的時候 我們的 友情就會呼喚在心頭的 你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 就屏障 飛魂招出樹的意思 我的南方 用南方的語言 用南方的語調 如同當年 那個屈原來招魂一樣 把我啊 因為離別感傷 我飄散在我的文破 透過寫作 在詩文裡面呢 把它再招回來 當我寫著 寫著禮的時候呢 不自覺 禮也不會 也不會招回來的 因為是什麼 我是君處 君是我 正是反映彼此 一種觀念 不然的話 我不會寫出來的 因為我知道 我心中有禮 那個詩歌才寫出來 而你也是 在我的心中 互相有相似之處的 那我當我寫下來 有我在 也有你在 因為表達出 彼此互相思念 這份深情 那這個創作 你看呢 我們回到前面那一首 江城主義 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前奏 寫著禮節節的時候 多麼更有信心 因為跟李公哲的 這個友情 比剛才的江傳道更深刻 他更有信任 對方的思念 是絕對不會 不要懷疑的 只有我有寫起詩來 寫到李的情感的時候 我相信 李也是如此 絕不例外 因為我是君主 君子 李公我已經連成一體了 這是他安撫自己的 終然離開了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 心魂上手的 靠著寫詩寫文章 來彼此慰問吧 在慰問的過程中 我們彼此就連成一氣了 這是對情感的很絕對的 信任的一種表現 好 我們先停在這裡 下面呢我們跟著東坡去到 徐州了 下一個階段 我們先收寫一下 那前面幾首我們是介紹在蜜州 東坡填寫的幾個題材的一個作品 當然舉一反三了 比如說生離死別 送別的兩個面相等等 還有在蜜州裡面的那種 對於農村生活的一個關注 這些都是他後來會有發展的一些題材 有些也是繼承了前面 杭州而來的 那這還沒到蜜州之前 我想再補充一句詞 得跟我們加強了 對東坡詞的認識 就是東坡如何去 擴大他的時空情景的描寫 那剛才這些詞都是 人情相依相細的一個 一些交往的作品 有他的一種很綿密的一個情懷在 但是東坡的生命的思考 必須要突破這個返離 然後在更高遠的角度裡面 去審視生命的意義的 當時空的那個領域 加深 拉長 擴大 人的孤獨渺小的感覺就越深 人的存在的意義 焦慮感的越重 如何去去覆生命的歸宿 定位 確定生命的意涵就很重要的 所以東坡詞從文學代表 更哲理的思考 他必須要打破這個返離 然後把自己置放在更深層的時空裡面 去做思辨的 不能只困著了歸為的世界 男女之間朋友之間的情懷而已 不能一輩子這樣的話 他的詞都是為情所困難以掙脫 也無法到一個更釋然的一個生命境界 那這裡面有些詞我覺得 可以看出一個逐漸變化的一個軌跡的 就是翻到第五十四首的《雨中花脈》 在七十九頁 我們在蜜舟再重 這個詞就是會開啟後來動破很多的一個 有關時空情境跟深刻利用書寫的一個契機的 因為你關心的已經不是朋友送別 個人的情懷 已經關心的更大的一個領域了 《雨中花脈》 有些就簡單稱為《雨中花》 我們沒看到前面有別人有填寫過《雨中脈》 《雨中花脈》 會不會是東坡自己自創的一個詞調呢 也有一派是這樣主張的 因為看不到錢 而且就東坡的序文內容來講的話 這就是的確是為這個題目而寫的 有它的一個相應的關係 那我們先看這個序文了 它說 出到蜜舟以蕾蓮漢黃災宿蕾月 方春牡丹盛開 碎不獲一賞 這九月 呼開千葉一朵 雨中特味治久 碎左 這是一個序文 這年啊 108年東坡到了蜜舟 當很不好啊 來到蜜舟的時候呢 這地方有漢災 天不降雨啊 老百姓的辛苦了 所以東坡為了請上天呢 免除這些年來 地方的災難 黃禍 因此呢 為下民祈福呢 他有好幾個月呢 就 災界吃素 然後呢 他希望用 那麼莊重的 虔情的虔誠的心情 來打動神明 這是一個所關心的 不是個人的一個情文 是關心整個老百姓的生活 是他的前提就不一樣的 有這個出發點的 因此呢 他就在這個時期呢 就遠離了各種呢 詩走歌舞啊 出遊玩賞的生活了 他只能乖乖地 躲在他的房子裡面 對於東坡來說 真的是很無賴的 他是個好動兒 你知道嗎 他很喜歡流上玩水 到處去衝去碰撞的 但沒想到呢 為了老百姓 他不得不這樣做 這個時候呢 正是春夏之時啊 在這個地方呢 有一種花很漂亮 這牡丹花 就他來說 有很象徵的意思的 人間的美好 就建築有牡丹嘛對不對 真的牡丹花開 他剛才那個地方 結果呢讓他沒辦法看到最美的 多麼是愛美的人 結果呢 為了老百姓的這個事情 使得他只能呢 就 枯手在房子裡面 看不到他喜歡的牡丹花 那 所以呢 沒辦法呢 一堵房子呢 顯得有些遺憾 一直呢 春天就過去 他就把這個事情就忘了 沒想到呢 等到這一年的九月啊 忽然呢 有一天呢 他發現呢 千葉從中了 開出一朵牡丹花來 我們說東坡這個人很奇特 奇人有奇遇 你不是蘇東坡 你大概很難九月看到牡丹花開的 不過台灣氣候異變啊 很難講 以前的時候呢 真的很難看到 東坡後來去到 去到黃州 對不對 有一天呢 他就很悶去散步 沒想到走到一個 這個小山坡的時候 看到了 他山玉固之 就是他家山的名花 海棠花來了 他覺得好驚訝 附近都沒有海棠花的 只有他那個 住家的附近的山丘上面呢 一轉找出有個海棠花 他就懷疑了 可能老天呢 找先安排的 知道東坡最終被扁到黃州來 所以呢 之前呢 先派了一個飛鶴 把那個海棠花的種子啊 先閒在嘴中 就丟在那邊 等著東坡來 讓他跟他相認的 這是很奇特的一個情形 你不是蘇東坡 沒有這種奇遇 東坡從啊 汴京來到杭州 後來有一天晚上 住在金山的寺廟上的時候呢 他看到一個大火球 從水中飛起來 他以獅為正 後來我們天文學史啊 裡面記錄了 東坡那天晚上 不是看到什麼鬼火啊 這些東西 他是看到外星人 我們天文史上 會記錄這首東坡的詩的 就說真的很奇特 他就看到這個東西 這東西很厲害了 持續到道之 對不對 居然九月的時候呢 看到呢 千葉從中 就一朵牡丹花就開了 但東坡呢 彷彿是把他最後的餘韻啊 留給東坡來觀察的 特別為東坡開出來的 就一朵而已 沒有朵 當然這個時候已經真的也下雨啊 對不對 機會難得啊 所以東坡的雨中呢 特別呢 啊 請朋友來 拿著酒杯 圍著那個海棠花 那個 武當花裡面去聚酒喝酒 最後呢 就為他寫的這首 雨中花曼 那我們看這個詞排名呢 真的跟那個內容有關的 所以啊 有些人不懷疑啊 可能是東坡自己 自己自創一個歌詞來的 他本來不大懂音樂啊 他居然自己普及取來 用的這個詞排名 就記錄這個事情 叫雨中花曼 曼其實他的一個音樂的調性 我們叫令隱敬曼 這種長調 比較舒緩的一種演唱方式的 這是一個長調 篇幅拉長 有拉長就鋪排講故事的 東坡的這個詞裡面呢 就拉到一種時空感的 打我們大概這個情境裡面去 所以這個詞 跟前面所看到的 完全不同的 它是新的處理的方式 新的題材 新的時空情境的設計方式 這個呢 一出來之後 東坡的詞 就世界就很不一樣 不只是關心的 男女人我之間的關係 他把它是放在整個大宇宙之中 去思考生命的意義 這是後來會發展出來的 一個前奏 好 我們看這個作品 今遂花時深淵 近欲東風清陽茶煙 但有綠台芳草 柳絮余前 聞到成熙 長廊古寺 夾地名媛 有國宴帶酒 天香染媚 為我留戀 清明過了 殘紅無處 對此淚灑尊前 秋香晚 一知何事 向我已然 高慰寮追短井 清商不假語言 不如留曲 十分春泰 富裕明年 你看這個詞裡面呢 你看它的時空感 對 過去我們看詞 當下今天寫到白天寫到晚上 晚上寫到第二天清晨 這樣的寫法也差不多了 對不對 大部分的男女都這樣 那這個詞不是 從春天寫到秋天 也從秋天想到明年 時間就拉大了 那空間呢 從我的被不能出去了 在自己的觀牙裡面 然後想到呢 外面的畫畫世界 那些寺廟 那些豪宅 然後想到外面 最後就回到 他自己的路邊看到的 千葉叢中的一朵 空間有蠟大了 不只只有一個地方 他想到非常多地方 人的資深在更廣大的天地之間 但是唯一能夠呢 讓他關注的就是這個 雨中花 這個 武當花 這裡面是有它的象徵意識的 當牡丹花開 人們安樂 不只最美好嗎 特別人生的春天 到處都可以似的 不只只有秋天 如果這個地方很和樂的話 的確秋天都會看到牡丹花 因為人民不會為生活 那個艱困而愁眉苦臉 無法去享受生活的美好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是有它的 富裕的象徵意識在其中的 好 我們先看這個詞 今次於花時深淵 進入東風 清陽茶煙 清陽茶煙就是 因為災宿生活 只能在庭院中烹茶 然後呢 這個羊有飄起來的意思 它上面寫了 就是呢 因為災界 走祈福 無法外出 那期盼能呢 觀賞武當花的一個心情 先寫了 它整天只能閒坐在深淵中 雖然是花開時節了 卻其人呢 對著鳥鳥茶煙 隨風飄揚 而眼前的時節呢 就很無聊了 此時呢 綠台芳草 流逝於前 你說美的真的也不美 綠潮芳草 雜亂蟲生 那個魚泉樹的掛在樹上面 你看也不好看 對不對 那個魚夾在樹上面 那咖啡色的也不是很艷利 所以他想到外面的世界都美好 人是這樣的 當自己過得很苦的時候呢 很想到走時 能超脫這一切 跟外面做個關 有個接觸嘛 好 最後他說了 聞到我聽說了 所以他在那邊一直想像 外面的世界 但是你越想像外面的美好呢 現在更難忍受了 目前的 但是他只能忍住 沒辦法真的跨越出去 不然的話 老百姓就會 受苦了 所以他必須要 謹守這個分寸 可是呢 很掙扎的 你看這個時候 東坡你說他要超人 也很難超人 叫你又根本 連文都不文 對不對 乾脆如魚 過他生活好了 偏偏心裡面呢 還想到外面美好的世界 所以裡面就很難了 平復那種心情 很不甘心如此 很想出去 但就出不去 你看多麼的掙扎 這是東坡當時的一個 年輕時有的心境的 好 聽到那邊呢 城西啊 長南谷市 家地名園了 長南谷市 在密州啊 有幾個很重要的寺廟 一個是南禪市 南禪市 南邊的禪廟 禪市 還有一個資福市 飼養的資 資福市 反而這給重要的名 還有家地名園 就是一種豪門折地的 住民園林了 因為這個地方啊 也不只有一般的老百姓 有一些富貴人家住的 他們住的房庭院裡面 很漂亮 那有個叫蘇士園 也辛辛蘇的 就在北邊 都是很有名的 他猜想那個地方 一定都有栽種的牡丹花 從唐代以來 牡丹花都被譽為富貴花 唐代的國花一樣 對不對 牡丹韶藥都是併稱的 那這個時候呢 都宋代也一樣 當時最有名的一個花城 就是洛陽 洛陽最漂亮的都是牡丹少藥 每到春天的那個地方 都有很多的一種觀賞的活動 還有呢 花味的競賽的 所以難怪歐陽說說 如果你人生呢 有看過那美好的春天 美好的花景呢 一定一輩子要取一趟洛陽 他說啊 只需看盡洛城花 我簡直就應該需要 要把洛陽城的花看盡 看盡之後 使功春風容易別 才能很充容的跟春天說再見 因為人生 你都求最美好的 如果你不把世界上最好的花都看遍的話 你又會說你過過美好的春天 才願意甘心的跟春天做再見呢 告別春天 但顏沙季他意思是說呢 人生如果你想談戀愛的話 就轟轟烈烈烈談一談戀愛 愛你所愛的人 終於最後訓練了 失敗都無所謂 以為你愛過 一種很堅定的一種精神 很執著的情懷的 那洛陽的花 主要都是牡丹少藥 那這個地方當然也模仿了 那些名城也會種牡丹花的 所以他突破著想到呢 我就聽說了 在外面的世界呢 是非常的美麗的 聽說成熙古斯的藏欄上呢 富貴人家的苑林裡面呢 有啊各種的美麗的 芙蓉那個牡丹花了 有什麼呢 有國燕帶酒 天香染美 為我留戀 他覺得的話 一定會等待我 等到我一直在觀賞他 因為我是地方太守嘛對不對 等能辜負我對他的期待 從而我這邊只能呢 再見沐浴 不能不等我就趕快丟蟹 所以他覺得令人花一定等他的 那兩種花 一個是國燕帶酒 天香染美 那這兩個是出資了唐代的 一個叫李正鋒的詩 國色朝寒酒 天上夜染養溢 跟楊貴妃有關的 和貴妃醉酒 所以這兩種花事實上呢 只代表兩種顏色的花 國燕帶酒呢 只有一種非紅色的牡丹 紅色的很艷麗的牡丹 好像呢 貴妃醉酒 台裡透紅的那種紅葉 那種就是國燕帶香 那個國燕帶香的 天上染眉呢 就稱為一種貢黃色的牡丹 是黃色 那貢黃是皇帝的玉袍的 那種顏色 所以這種黃色叫玉袍黃 皇帝的 皇帝的穿的衣服 那種黃色 那是很不一樣的 跟平常的泛黃不同的 這是玉袍黃 所以剛才那種是最貴妃跟玉袍 兩種最美麗的牡丹花 一個是黃色 一個是紅色 這兩個都指這個花 而且寫出它的香味 而且寫出它的姿態都美 所以用這樣的形容 國燕帶香 天上兩倍 他說為我流連 彷彿這些花 都充滿情意的 是等待我太守來觀賞他 他才願意枯萎的 但老天呢 你是想當然了 但花不會等你的 所以沒想到下面轉過來說 清明過了 殘紅無處 對此淚煞尊情 等最後那花辜負他了 等不到了 因為實在東坡 要守著那個地方太久了 花期很短暫 等到清明結過了 好了 殘紅無處 最後落花根本都找不到了 你找不到哪裡有殘紅 因此呢 對此淚煞尊情 曾經對著這些場景 就非常的傷心難過了 因為就沒辦法欣賞這個美好 但看得出了人的苦悶 還是有種期待的 但期待落空的話 當然就更加難過嘛 東坡也是常人 也是一般人 也會寫出這份很平常人的 有的心情的 好了 本來已經落個淚了 春天的過去了 人生等等明年吧 也沒希望了 沒想到呢 也許因為你用心了 果然呢 東坡祈福了 老天真的降雨 你知道嗎 後面我們講到 東坡有幾首詞啊 就會談到 就地方裡面去仇神的 因為呢 老天真的降雨了 他會再拜神來 還你給神靈的 所以可能呢 真的有效了 所以呢 這個夏天以來 老百姓生活就好多了 東坡當然也很感激 那個是因為失望了 又把牡丹花忘記了 可是老天就是 也許去籌 籌洩東坡吧 好 你那麼認真了 看不到當令的牡丹花 我就給你啊 一個犒賞吧 不多 所以秋天呢 就給你看一朵了 看來 給你一種誘惑嘛 你要更認真 等到明年再來 看更多的對不對 這寫了一種 人與之間的對應關係的 他說 秋向晚 向晚的向盡之時了 秋向晚 秋天已經呢 接近盡頭了 深秋之時 秋向晚 一枝何事 向我依然 都不是覺得很驚訝 很驚喜的 不曉得一枝牡丹花 不曉得所謂何來的 居然呢 依然對著我來開了 向我依然 你看用兩個我 很有意思 一個是為我流連 向我依然 所以東坡這個人呢 不只是相信呢 我思今處今思我 人我是可以互通 更相信呢 人與外物 都可以性靈相通的 為什麼 你看花都跟我有情 為我流連 向我依然 花對人是有情感 只要你啊 人無愧於天地 大自然就有這樣的回憎 所以看得出 他的世界 因為有這份信任是好的 起碼你可在啊 人情世界裡面 得到一些傷害之後 還能夠回歸自然 或這種慰藉 透過這種花與人的對應呢 感覺到天地 並不會啊 去 傷害人 也給人這種安慰的 對 兩個我看得出 他對這份信任的 他們對我一定會這樣的 因為我們 我們沒有愧對天地 那自然會給我 這種回饋了 對不對 所以東坡仔劑裡面 兩個為我為我 我也為他們做事啊 老天也應該回贈給我啊 所以這個呼應的關係就來了 你看得出東坡 我們說他的多情 很深刻的了解他 他的情的態度 人與人之間 人與物訣 人與老百姓之間的關係 你從裡面會啊 獲得一種很深層的力量的 好了 花向我依然 所以曾經有機會呢 他說高會 寮醉短井了 高會就叫聖會 很高大 就是聖大的意思 聖會 所以東坡就煞有皆失了 哇 拿著酒 請朋友來 突然下雨了 趁著雨傘來 都看那個花 我相信那些寮俗朋友 聽到東坡說 參加什麼聖會的時候 大家就很驚訝 原來就圍著一個小小的庭院 一棵牡丹花 在那邊喝酒 都是煞有皆失的 哇 聖會來舉辦 他說寮醉短井了 意思是說 我姑且了 製酒高會 抓住了 這即時失去的 短暫時光 醉有種呢 我們說不放過 把它留住的意思 醉盼醉盼 而短井是短暫的時光 因為這個是秋天開的話 不久 沒幾天就會凋謝了 所以呢 我就姑且吧 趕快 趁機會 把時間留住 把那個短暫的時間 把它留下來 就寮醉短井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清商不假語言 他了解大自然的一個變化的 秋天變化好快 清商指的是秋風 因為以前呢 我們中國人很多的 一種所謂 把古代的 公商絕子語 五個聲調 跟金物水佛土 配合在一起 而秋天屬金的 剛好配的 音樂就是商調 所以叫秋清商 清爽的 清利的一種商調 就代表秋風了 你這樣配合起來的 這就是一個代稱 對不對 把五行呢 跟我們的五聲 做一個結合 配合春夏秋冬 來做應和的 所以呢 春天時候唱的 歌的聲調 會跟秋天就不同了 秋天就唱的是商調 一個 一個調性 不能夠變化的 所以有它的固定 所以清商就指著秋風 那所以 清商不假語言 不假語言就是 秋風不會因為牡丹花 難得的秋玉人開放 而稍語寬帶 不假以磁色 不讓你啊 語言就是 剩下的美麗 多餘的美麗 不假色就是 不讓你要寬容你的時間 的意思 對不對 不給你更大的寬容 那寫出了 為什麼我們那麼急 因為知道時間就是 這麼快速變化 而花縱然有情 天地還是不會那麼樣樣 你能夠享受那麼久的 有它持續的一個規律 所以呢 秋風很快吹來 花就會凋謝 它不會因為這個花 剩下幾天的美麗 就讓它會延長時間的 所以叫不假語言 好 始終這裡也差不多了 東坡也很有心了 但東坡還不止 他說啊 不如留曲 十分春胎 富裕明年 東坡在這次想到了 他跟牡丹花 相見恨晚 但愛上明花的心情呢 卻絲毫未見 不能因為自己看過了 聊了 沒有這回事 他認為呢 他真誠地期盼呢 牡丹呢 留住他美麗的姿態 今天沒開鏡了 沒關係 我已經看過一點點 好 把你美麗的姿態留住吧 那一旦明年再現 當然期待 我們明年就會看到更艷麗的牡丹花 不要貪一時的快樂 你把未來的通通都開鏡 那不好 你還是留住 你最好的顏色 留在明年春天再開吧 當然你也看到 多麼對未來生活的憧憬 我今年為什麼看到牡丹花 因為老百姓生活很苦 不下雨有蝗蟲 我要再接沐浴 來祈福 那如果明年真的花開 我看得到 意思是什麼 明年國泰明暗 老百姓生活好了 我的美麗的 我的人生就充滿了美麗的花 那個美麗艷麗的花在身旁 我就不會辜負他 他也不會辜負我 所以這就是看得到一種胸懷的 我不是為了個人來看花 只希望老百姓生活好 我的才能看到 那麼漂亮的牡丹花 也不需要偷偷摸摸 那老天的可憐 我只看得一朵而已 就看得到東波那種心情 整首詞啊 不純然是勇物了 他藉物來紓懷 透過花與人的關係 寫出他的生活的真正的感覺 對身心境的變化 而去對未來的祈禱 這是很好的一句詞 整個時空都拉得很大了 至少東波這一個詞裡面 不是因為花好像那些花 來比喻自己的懷財不育的精神 獨自感傷而已 它裡面還充滿一種期待希望的 人只要知道時間本來有過去就有未來 不是只單一的過去的美好而已 你只要不放棄那份情懷 老天會疼惜你的 起碼你看 辜負了春天沒關係 秋天給你看一朵 今年看一朵沒關係 明年春天看了更多給你看 不是很好嗎 所以這個是東波那把這個詞裡面寫的 非常不一樣的一種 時空情境安排的 過去你讀的詞 沒有這樣的內容的 他如何去從這一點想到未來的世界 從現在這個時間前到秋天想到明年 這個是一個很大幅度的一個變化 但我們說了 當這個時空拉大之後 人的孤獨渺小的感覺的躍身 人更要更深刻思考 人生的定位在哪裡 未來何去何從 這就是東波文學 後來從一般的抒情詞 變成是有哲理性詞的 必須要跨越的一個門禁 這個方法 這種思變的方式 是很大開方便之門 以後東波的詞走已經走出 我們呢 一般所看到的時空返離了 有不一樣的世界 那這個我們先記住了 等一下到蜜舟以後呢 他的作品呢就出來了 我們看到這樣的一種特色 好下面呢 我們就跟著東波啊 離開蜜舟 來到蜜舟 東波這一年呢 就 西林十年呢 他就被 調到去 徐州 來到江南 江蘇的蓬城 它是一個古城 以前呢 楚霸王啊 在經營過的地方 那這是一個古城 很古老的 那 我們一時就知道了 東波這個時候來到蓬城 江蘇啊 也不是被貶官 他是正常的輪掉 對不對 之前是因為跟弟弟想相近 所以去了蜜舟 三年之後呢 回到朝廷宿職 結果朝廷不給他進去 就把他呢 就 立刻就 叫他到 那個徐州去 剛好他弟弟呢 也從京城出來 兩兄弟呢 難得有機會 有一百多天呢 弟弟陪著東波 到了徐州 兩兄弟真的是喜出望外 沒想到這個輪掉 在旅途中跟弟弟啊 能夠相遇 弟弟啊 也不感覺去他的認所了 因此呢 就跟著哥哥 陪著他 來到徐州 中途呢 他們還去到呢 以前的老朋友啊 泛政呢 在黃河邊的東元 過了一段美好的生活的 然後來到徐州 弟弟很有心 好 既然東波之前呢 寫水雕歌頭 說中秋不能相遇 因此呢 他就願意呢 帶到中秋 然後之後 才願意跟弟哥哥分手 但問題是 這個中秋節 兄弟重逢了 能夠相遇了 但第二天 弟弟就離去了 那這個中秋節 會快樂嗎 但是更不快樂 為什麼啊 因為明明知道 這一個是 難得再多年 已經七年不見了 知道嗎 兩兄弟再度重逢 再重秋節 但第二天 弟弟不得不離開 所以這個時候 東波就掉入 更深的酬緒當中 那我們呢 先從這個時候開始 從啊 兄弟兩個人的互動 才跨進了 東波的徐州時期 東波有更深刻的 一種人生感嘆 而且出現了 人生如夢的一種思考 人生為什麼那麼虛幻 之前我們沒看到的 你從杭州的秘書 東波還很踏實過他的生活 很尊重一份友情 還有一種很深的情 對故妻的 弟弟的情懷 但他跨到徐州以後 就不一樣 因為生命有更多變化 山與玉來風滿樓 東波已經知道了 新政推行已經出現問題 所以他們最後的方法 最後呢 就打擊他們救黨的人 把所有他們這種不堪的事情 都推卸給了 救黨的人身上 而東波使他們為 第一個最要打擊的人 希望把所有罪狀 都推到東波身上 來卸他們的支持 那下面呢 我們先看一首詞 叫做76首的 陽關曲 陽關三碟啊 我們都很熟悉 那是王維的 在唐代時候所寫的歌詞 他是可以唱的 一直傳到東波的時候 都可以唱 他不是一般的絕句而已 那以前稱為陽關三碟 很多人都不了解 什麼的陽關三碟 所以對普通的說法 是啊三碟嗎 唱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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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有一回 可是呢 有人說 有人說東波不懂音樂 但東波很有頭腦 他曾經根據李白劇的詩啊 去推論的話 他認為啦 三碟不應該是一件唱法的 也認為王維的詩這樣寫 他說 未曾遭遇一清城 科學精進流色性 全軍更進一杯酒 吸出陽關無故無人 我認為呢 跟他一般的思考之後呢 他寫了一段話 他說呢 三遍應該是這樣唱 是怎麼唱法呢 就是第一遍不唱 不重疊 第一句不重疊 所以你唱完呢 未曾遭遇一清城 好了 唱完這一句了 上面呢 科學精進流色性 再唱一遍 科學精進流色性 全軍更進一杯酒 又再唱一遍 全軍更進一杯酒 吸出陽關無故人 再一遍 吸出陽關無故人 所以啊 整首唱七句 第一句不疊 後面二三句 各疊一句 所以叫三疊陽關 這個說法後來是被啊 我們的中國音樂史家所肯定的 覺得這個說法是有道理 所以這個是東波自己考證出來的 神證明東波對這個歌詞很熟悉 有研究過的 所以啊 離情依依 弟弟要走的時候呢 他就填了這個歌詞了 就陽關曲 當然我們知道 四處陽關無故人 這個歌詞本來是蠻愛上的 可是東波比較 王偉更加沉痛 那麼我們剛才說了 從雨中花慢 東波有個長調鋪屏 寫出啊 時間的一個順序的變化 從春到秋 從秋到春 這樣的一個輪迴變化 那這首是一首小令 一首絕句一樣的詩片 可東波確實要把剛才的技巧 羅來用了 每一句 每一句都有變化 都寫出一種 時間逐漸擴大 拉長的那種感覺 那人生更有一種 很渺渺不知所歸的 無賴的 所以這個詞詞很深沉的 因為呢 他要跟七年再重複的弟弟 今天晚上過後 就要分開了 他能快樂嗎 他沒辦法 所以呢 他只能送弟弟的一首陽關曲 表達出很深沉的悲痛 他這樣寫 沐雲受盡 易清寒 銀漢無聲 轉玉盤 此生此夜不常好 明月明年何處看 這也是壓平生韻的 所以最後一個字 也讀看不讀看 第一聲 好 遇到中秋分外明了 他東波從傍晚開始寫起 其實他希望時間 來的慢一點 去的也慢一點 不要那麼快結束 所以他在傍晚的時候 他開始留意了 暮雲受盡 易清寒 傍晚的時候呢 雲都散開了 然後呢 清涼的 清涼的月色 慢慢泛在天空人間 易清寒 那清寒 代表月光 因為是中秋節 涼涼的一個秋夜 所以呢 液就是充滿著 飽含著 清涼的寒意的 月光沒有給你 沒有給你帶來 溫馨的感覺 反而帶來 清清冷冷的感受 那些呢 寫出越來 出來的一個當下 和這裏 這個詞裡面 多麼沒寫到 真的兩聰聶裡面 談話互動 喝酒歡樂的氣氛 他到一種很 很孤獨悲傷的情懷當中 然後下面一句呢 有改變了 銀漢無聲 轉玉盤 銀漢的銀河天河 那我們中國人認為 天上有個河 好像人間有河一樣的 那人間的河 你聽到水流的聲音 那銀河 有沒有聲音呢 我們猜這 當然會有吧 但聽不到 所以只能模擬它 是無聲的狀態 銀漢無聲 轉玉盤 玉盤的月光嘛 小時不是月護照 白玉盤 那是李白的詩句 好了 那月光就轉的 不斷的轉動 由他後來前面所寫的 所謂轉諸葛 第一起護照 無眉 月光不斷的輪轉著 變化著 這裡面 作者不是要一個 過一個 好像夜半無人思雨時 兩個人可以在那邊 談情 說愛 然後講很多的往事 祝福美好未來的過去 所以作者要我們 靜下心來體會 最可怕什麼 然後 歲月無情 時間是怎麼樣的東西 就在無聲無息的變化著 你看銀漢無聲 天和其無聲的 在水流不斷 對不對 天空很像 註定人間的宿命一樣 你聽不到聲音更可怕 人間才聽到聲音 聲音一秒一秒的過去 但天上的聲音 聽不到的時候更大可怕 它操縱著我們人生的宇宙一樣的 就在一個變化中 你看 月光就從 剛出來都 轉到天空的正中 不轉了就會 吸塵下去 銀漢無聲轉一半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發現東坡很喜歡 形容時間的無聲 這無聲要我們靜下心來 老子呢 不要萬愛狙擊一下 聽聽你的內心的 心臟的跳動的聲音 感覺到時間是怎麼樣的 在你身邊走過 我在那裡想 東坡內心有一種很 很深層的寂寞 因為我們介紹 東坡一直對時間的課題很關注 對不對 但恐歲月去漂浮 東坡天不怕地不怕 最怕就是時間 他掌握不了這個時間 當然你可以說是 所有的我們中國的一些文人 都共有那份焦慮 但特別的 東坡都特別深刻 我跟你講 怎麼體會東坡的心情呢 你在人間裡面很難的 你最好有一天 中央跟朋友爬山 到晴天干吧 或者就到玉山上面去 那朋友你不要再跟他聊天 最後就耍落他 一個人躺在草坪上 仰望夜空 當你靜下來 萬賴狙擊的時候 你聽到宇宙的聲賴的時候 那個寂寞的心 就是東坡的心情 現在可以不再這樣了 他現在可以放在月空 飄在宇宙之中 那才是他的真的心情 看到地球的轉動作多美麗 但他呼吸慢慢沒有了 慢慢去飄到 不曉得哪個地方去 所以東坡是一種很深層的 一種的時空間的一種感覺 所以他用無聲 這個時候是一個起端 以後我們看到東坡 他寫到無聲的時候 特別注意 東坡要我們就是 聽聽了時間的聲來吧 那是無聲無聲 那是很可怕的 就在不知不覺中呢 你就被摧牢了 生命就消失了 好了 這裏面寫出一種 尹漢無聲轉一步 他月光就這樣過去了 今天沒辦法用心來賞月 也無法去分心了 只能呢 關注著盯著時間 因為他真的在乎 明天天亮 弟弟就要分手了 所以下面就寫出他的感傷 他說此生此夜不常好 這一生 這樣的晚上 不是常常那麼美好的 今天已經是第七年 就才跟弟弟在一起了 那以後不少要過多少年了 但沒有嗎 還是再多幾倍 不知道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對不對 多期待 這個時候很偶然的 弟弟剛好陪他來到許舟 才七年一度過中秋 但以後不曉得什麼 所以想這一生 人有這樣的美好 真的不容易 所以他感嘆什麼 明月明年何處看 明月就是寫月光 明年的月光 明年是明年 不能翻譯為 明月是月光的 對不對 所以明月明年 這個月光 不曉得明年在哪裡 在看到的 當然有一種呢 自己也不曉得身在何處 今天我是被調到許舟來 也不知道明年到哪裡去 我弟弟也不曉得要到哪裡去了 每個定所的 月光依舟在 中秋一樣在人間 但是舟是難以再聚合 所以裡面呢 充滿了很多的疑慮了 我們說的 人的焦慮 會從文字反映出來的 你看這裡面呢 用到了 不常好 一個否定語 何處看 一個疑問字 東博已經對未來沒有信心 不知道如何是好 所以最好受尾呢 用個疑問來否定了 人生的意義 充滿了負面的情緒 這時候我們看到 來許舟的時候呢 如果他剛到密舟的時候 密舟不是寫到寂寞三層 人老也嗎 那時候還好 沒有歡樂 相對引起更大的悲傷 這裡更不好是呢 因為誰要你跟弟弟在一起 情感呢 能相容是好事 但又分離了 才產生更大的悲痛 所以東博從這裡 開始他另外一段人生 那個時空的人生 就是許舟開始的 難怪他後來對人生虛幻的感覺 有這樣的體會 但那個情緒我們說了 東博萬分沒想到的 你現在寫詞 寫了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陽光曲送給弟弟 當他唱的歌曲 他們當然不由自己 會想起之前東博寫水雕歌頭了 東博個人都掉入悲傷之中了 但是另外一頭呢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長 感覺那個弟弟又如何呢 東博就 望沒想到呢 即使這樣的傷感 擴散出去 影響到他弟弟的心境了 他弟弟難得填詞 沒想到就在離別了 之後不久了 東博就填了弟弟 弟弟也填了一些詞 就送給他哥哥 表達出他更深層的哀痛 原來 只要你掉入悲傷 大家擴散出去的話 那就很麻煩了 對不對 上面我們看一首 在78首的水雕歌頭 東博士有感而發 因為他收到他弟弟的水雕歌頭 他不得不做調整 他不能夠把弟弟拖進醜海裡 湮滅在其中的 他應該先自救 要救他的弟弟 不能夠就在悲傷地用 就埋沒了他們的生命的 好 在117頁水雕歌頭 東博士前面有個序文就寫了 他說 魚去睡在東吳 我去年就在蜜州 做水雕歌頭 以寄自由 那時候呢 就回想起來了 一年多前 然後寫了水雕歌頭 寄給弟弟 弟弟也收到了 他也讀過我的詞 我們沒看到弟弟的反應 你知道嗎 多麼是一生情願 但願願成九千里共產圈 也許弟弟也說 不錯不錯 我們一起期許吧 這次一重逢 多麼寫了 剛才那一首 陽光取舊 他弟弟就突然想起過去的回憶來了 也是多年不見 現在又要分手 兩項加減之後呢 引起了更深的一種沉托 他上面說了 好 今年 自由相從蓬蒙百餘日 蓬蒙的蓬城 跟著我來到蓬城有一百多天 當然中間就在黃河邊 也聚過一段時間 就來到這邊 到了過中秋而去 就剛才那個 楊光取所寫的內容 過中秋節來去了 做此曲 以別於 居然沒想到弟弟呢 也悲從中來 被東坡激發幾份情懷了 東坡有負責任了 自己要鬥弄了小弟弟 所以他產生那個情緒了 所以做了這個水流歌手 來跟我告別 東坡說了 以祈禹過悲 乃為賀子 你看東坡開始意識到 他做一個掌聲 不能夠把弟弟拖入這個 悲哀的仇城區的 他太悲傷了 不能夠落井莎 可以跟他唱一首 觸動他的悲傷 我們不許去競賽 誰流淚更多 對不對 我必須做調整 所以再用這個水雕歌頭 來跟他相賀 好了 那我們先來看 下面編年後面收的 就是書冊的水雕歌頭 他是根據東坡前面那首水雕歌頭 明月幾十要開始在寫的 弟弟難得填詞 但是真的悲從中來 無以復加 只能用詞來象征 表達出他真正的悲傷 好 弟弟怎麼寫 弟弟跟東坡來說 是相對比較冷靜的 都受不了了 可想而知 東坡的難過的程度 他說 離別一喝酒 七度過中秋 去年冬舞今夕 明月不生仇 其意蓬城山下 同泛清河古便 船上載良舟 鼓翠祝清賞 紅燕啟廳舟 做中客 翠與沛 子祈求 肅兒無賴昔去 曾不為人流 今夜清尊對客 明夜孤凡隨意 依舊照理由 但恐同王燦 相對永登流 我們說詞的意境 最後就看收尾了 但最後呢 它寫得蠻悲痛的 覺得自己呢 如同當年王燦 離家十幾年 都跪不了家 幾人就附登樓附 遙望故鄉 被不生意的 那種感叹 所以當時東部 看到這裡的時候 尤其看到這結尾的時候 最人生好像 宿命就這樣 跟王燦當年 在外地 加歸不得的無賴 難道我們的命運 跟王燦都一樣嗎 對不對 好 他前面說了 離別一和久 很真實 兩兄弟就用詞來對話了 我們說詞本來是抒情的 平常他們寫詩 又會壓抑很多情緒 不明白寫出來 用詞就更加直接了 所以這第一句 很坦白說了 我跟你分別以後 多久啊 七度過中秋 已經過了七年的中秋節 而今年才再重複 七年不短的歲月了 七度過中秋 而去年東武今夕啊 明月不生仇 那去年東部被寫啊 在東武的密州寫水流歌頭 今天又到中秋節了 又隔了一年來到這邊了 但是明月不生 看到同樣的明月 令人難以排解 承擔那種仇恤的 能相逢 一方面是喜悅 也是令人更感傷 因為不久 也在明月高照之下 要分開的 所以啊 此一蓬城山下 同放清河古便啊 船上載良舟 當然很高興呢 居然能夠跟哥哥陪在他一起 來到蓬城的地方 所以平常白天呢 我們就遊山玩水了 在門門山下呢 我們在當時的一個 古運河的一個便水上面呢 就呢 在那邊唱歌 在唱那個良舟曲 鼓吹注青上 紅燕起丁舟 滿血液 滿快樂的 當時也有很多的樂器啊 來配合我們唱歌 你說 你覺得不快味嗎 你看到當時 紅燕從丁舟呢 飛起來 紅燕雙飛 那以前認為呢 燕呢 在天上並排而行 如同兄弟同行一樣 這些呢 大臣的配合 當我們兄弟來一起呢 你看紅燕都在 來到南方 共同呢 起丁舟來飛舞了 對對 我們好像兄弟一起啊 過得美好生活 跟紅燕成群的一般的 座中客 翠羽配 子祈求 他們呢 一種啊 穿伴是多麼的艷麗 欣賞這個美好的景色 他們呢 都穿得非常的一個華麗的 當時呢 今天晚上 素額無賴稀去 素額是月亮的 月光的 嫦娥兼職的 素額 成為月光 月光呢 現在慢慢稀去了 成不為人留 不會為人多留一點時間 中秋節就這樣呢 在歡樂就這樣過去了 今夜清尊對客 明月孤凡誰意 依舊照理由 理由的離愁嘛 好 今天月光照著我們 我們可以清尊對客 在明月之下 我們喝著酒 忽善求證 而明天呢 同樣的月光 就是照著我呢 一個孤凡遠去 在水域邊 侵襲 用他的東坡所說的 月明孤 月暗孤燈火一樣 就有月光相伴 那那個美好的一切 就突然落空了 就想到了更 更不久的未來 一直一年一年下去 當孔童王昌 三對永登樓 我們只能呢 登樓富士來 互相來安慰 已經很難再相遇了 所以寫到最後 是相當的悲 絕望的 好像我們的一生 不曉得多少人 能見面 然後東坡說了 以祈禹過悲 沒想到他弟弟 本來很冷靜 很圓融的一個個性 很理性的個性 確實在在詞裡面 表達出那麼深層的愛痛 誰而起啊 當然是蘇隆波嘛 那東坡必須有責任 把他要調整過來了 所以東坡說了 嗯我在唱和他 寫的詞有什麼呢 其意不以早退為界 我們呢 說個美好的衝挺好 我們早早辦完我們的公幹 然後做一份事業之後 我們早早退休好了 那這個是人生呢 唯一的指望吧 當下其實很無賴的 我們就畫一個 我們早一點退休 然後呢 退休之後呢 而相從之樂為位 我們的退休 我們還可以在一起的 我們現在的 先把這個心放下來 努力成功 等待我們退休之日 我們就過得美好的日子了 但問題是 大家知道 余文卡之前 跟楊元素所說的 何於共產民稅料 幻象最少陪共三萬場 但誰會滿足自己的 眼前的一些公民呢 那是無止盡的 那這個是 當然只能說 畫一個美好的憧憬 讓自己有個歸數吧 所以這個詞 就從這裡作比的 好了 多麼就跟他弟弟講故事了 他說 安時日在東海 從事並經秋 終年輕友難別 施主緩離愁 一旦功成名稅 准離東環海道 伏併入溪州 雅致困宣免 遺憾激昌州 遂雲目 須早寄 要何求 故鄉歸去千里 家處折持流 我最歌詩均賀 最早須君扶我 為久可忘憂 一任劉玄德 相對握高樓 你看他一字一句 運腳都一樣的 跟德德的弟弟來跟他講話 看來在這裡 多麼已經不是剛才寫陽光曲這種心情了 他開始用一種比較正面積極的角度裡面去劝慰他的弟弟 也在以致免 他談起一個故事 一個叫謝安的人物 就是王謝唐乾燕 謝家是東京以來的南方的望族 那謝安很有人望 他在會計的地方有大莊園 他過著很閒議的生活 所以四十歲之間他都不出來做事了 他不用做官 家裡太多錢 他的子弟都散佈在喬廷各角落 所以他們家根本就是 不需要靠這些公民來支撐 所以他就過著悠悠 閒雲野喝的生活了 回到他大概將近四十歲的時候 喬廷開始很不穩定了 內憂外患 裡面很多的一種黨派的競爭 而外面呢 在北方的前行呢 福建營路 一般開始在準備南清 招造很多的軍艦 然後準備南清 也很多的密探來消息 所以靖帝覺得這個時候 沒有人來商助 然後擺平內政 然後抵禦外武的話 國家就堪圍了 所以很多人建議 要請謝安出來 因為他是有名望的人 謝寨人都聽他的 王寨人也跟他有關係 有王羲之他們家 他跟王羲也好朋友 王羲之家 他的自主的安時 在宋代以來呢 很多文人都喜歡謝安的 因為覺得這個人 不是陶淵明這種人 他是有能力 但他過得那麼富裕的生活 是大家都期待的對不對 那誰要不要那種幸福生活 美好生活 但是也能做事 做了事之後呢 也不圍攻 這才是他們仰慕的那種人物 所以從王安時以來 蘇東坡一直到南宋的新家 雖然都最喜歡的人物 就是謝安 我覺得他反而不是陶淵明 謝安他是他們的典範人物 尤其王安時 因為他剛好他的名字 跟他的字一樣 就是安時 更是喜歡他對不對 都效仿他 那謝安根本沒有公民之想的 但是朝廷呢 真的要從用盡辦法 就請他出來 甚至呢 發動了輿論攻勢 然後呢 創作很多的歌謠 當謝安每次出門的時候呢 那老百姓呢 小孩子跟著他 伺候著唱歌 唱什麼啊 安時不出如蒼生河 就說 安時你不出來 我們老百姓怎麼辦怎麼辦 每次謝安出來遊玩 都好煩啊 好多人就吵著他 你不出來怎麼辦 國家依賴你了對不對 還是出來吧 去競選 去當選好了 幫我們國家做事 他就無法擺脫了 算了算了好了 出來做出事吧 他就打包好 然後行李 就帶著家眷到附近去做官了 果然就在他任內啊 就政治的就比較能夠 相安無事 那另外他最重要是 打了一個很漂亮的戰爭 是什麼 我們所謂肥水之戰 但是他當元帥 由他謝家的子職當先鋒 有一天呢 謝安真的跟他的一個朋友下棋 穿著輕便的衣服 應該是雨傘觀金的衣服了對不對 拿著羽毛衫子 然後扎著一個頭巾 真的下棋的時候呢 快報來了 禀報主帥 什麼事呢 那他就告訴他 我們打了腎臟了 其他那二話不說 跟朋友說 我早就料到 我的職兒啊 一定打腎臟了 好不用多說 繼續下棋 他就這樣的風流替躺的人物了 後來我往後跟大家講到 東坡的煉乳膠對不對 東坡塑造一個周瑜的形象 雨傘觀金 搶如灰飛燕燕 歷史書從沒記載 周瑜是怎麼一個形貌的 我相信東坡是用了謝安的圖像 融合那個周瑜的形貌在一起 一才是他真的真的英雄的形貌 所以他看他對他的多麼的憧憬 好這裡也想了 安石在東海 當年他還沒出世之前呢 他才在東海 在浙江這一帶 過著他很自在的生活 從事冰金秋 當他出來做事的時候呢 頭髮已經金黃有些不斑白了 零年過將近四十了對不對 東坡也一樣啊 也是冰金秋這年的對不對 就出來 那西安尼曾經呢 他跟王羲之很熟的 他說 中年趁有難別 四祖還離愁 人人非草莫 面對朋友離去當然會難過 謝安也會的 怎麼說呢 現在有一天跟王羲之說 他說的人奇怪 人到中年之後啊 每次朋友離去的時候呢 有三天的心情都很惡劣 人去心空啊 那是很無賴的 那王羲說了 唉 連在桑魚 人生都是這樣了 沒有什麼辦法了 只有唱唱歌 彈彈樂器 來抒解你的心中的仇怨吧 也是我已經南北人了 那種風流倜傥的說法了 所以這裡用了這個典故了 中年親友難別 所以現在東坡面對的時候 他的弟弟離去 但是難分難捨 難以分別 所以啊 也應該學說王羲羲所說的 司祖環 我們就聽聽歌 彈彈音樂 來紓解那份禮痕吧 不要都在困在其中了 這是人生難免的事情 但也呢 也這樣的方式 來紓解他自己的 我們平常就多聽聽音樂吧 唱唱歌 也許會快樂一點 那而且更重要的是 要早退為戒 怎麼 一旦功成名稅 准離東環海道 伏併入西州 為什麼 他以西安不早退為戒 像本來打完了 這個水水之戰 應該就急流勇退了 當時西安就準備好了 他的行李大部分 不開封的 打包好 他覺得來京城 做一兩年事不久 他就原封不動把行李 然後帶走 坐船回他的東海 沒想到 因為呢 不是他貪令功名 就是他諸事凡生 最後他害到自己呢 里外不適人 就給了政敵的攻擊他 最後他就離開京城的別的地方去任官 可是呢 當他想到要歸家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在半路中呢 就生病 結果呢 他的家人急急把他送回京城去 過了西州門 他就一命呜呼了 他有個外甥就養 那個養壇 很敬仰他的 那每次呢 他都發誓 從此不過西州門 但有一天呢 這個外甥呢 就喝醉酒啊 不曉得所謂何事 然後呢 突然喝醉酒 驚醒過後呢 看到西州門上的職 他就悲從中來 痛哭不已 所以啊 這個故事呢 東坡在他的職裡面 以後常常會提到的 所以跟弟弟呢 就講了 西安 功成名稅就好了 應該準備呢 打算呢 在海盜呢 在走海鮮呢 就回家去的 東海 但沒想到最後 伏病入西州 帶著病呢 經過西州門 就死在異鄉 如果他早一點 不是很好嗎 何必拖到那個時候 所以東坡就跟弟弟說 真的 不要貪戀太久了 事情差不多了 就結束了 就以謝安 這個人物為戒 他以每幾年而已啊 如果他早一點 他就不只有這樣的下場 對不對 所以東坡以這個 為他的告誡了 認為的是什麼 雅治困宣免了 人生就很無賴 雅治 所謂雅治 風流雅治 就是所謂隱異之志嘛 一種不想做官的 一種隱異的心情 困宣免 就被困在 宣 就是我們 車宣 車宣 走了馬車 坐了官員的一種大車 免就是官免嘛 戴著官帽 穿著那個馬車 當然是為官場所困嘛 那你困在裡面的話 你的風流雅治 隱異之志就會落空了 對不對 因此呢 只能怎麼 遺憾寄倉州 那倉州是泛指的隱居之處 奔海之地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一種啊 隱居之志 只能寄諸遺憾 或者倉州的這種隱異之志呢 只能得到最後是遺憾的收藏 所以遺憾寄倉州 反正有歸隱倉州的 所以只能寄諸遺憾 沒辦法達成 關鍵的為什麼 因為你困在寫免之中 只有雅吃就不能得到了 不能遺憾之志 所以東部就跟那弟講 如果我們真的有隱退的話 早早一點 不然呢 人真的會很大的遺憾 這上面的這一段呢 所介紹的就是 他後來的虛文所說的 以早退為戒 當然以這個不止了 還當然更畫出美麗的憧憬跟弟弟呢 以後退休之後呢 你想想看 我們就過著非常快樂的生活 所以下面一段就談出了 他們如何在退休之後呢 相從之樂為味的一個內容呢 那這個我們先稍等一下 休息過後 我們再看看下一段好了 先介紹完 然後等一下再看一首 東部很重要的一首詞 勇於樂 我先跳過前面的一些課題 下面一期把它處理好 那水流課頭下篇說了 碎雲目 須藻記 要何求 碎雲目 雲就是一個註詞 碎降晚了 碎晚了 對不對 就是一年將盡之時 他說 我們就更要了 做好計謀了 要何求 何求就是麻衣 就是要不只卸下你的官袍了 穿著普通老百姓的一些粗糙的衣服 就是要何求 那我們就歸去顧上了 顧上歸去千里 加出折持留 持留就是逗留的意思 我們只要回到千里的路途中 又碰到美好的地方 我們就多逗留幾天 玩一玩 那以前我們很難得 兄弟同遊了 對不對 我希望就是能退休之後 就做這些事情 那個時候你看寫性蠻好的 我醉歌詩君賀 醉到屈君服我 為酒可忘有 那時候就放心了 多喝酒 只有酒會忘掉人生的煩惱 我們就知道出了 你唱歌 我喝酒 互相相喝 互相扶持 不是很好嗎 難得都不寫到這樣的 前面都不喝酒 都沒嘗過 談過這個間 他寫了 起舞弄金銀 何事在人間 就好像自得其樂 自己不是了 他希望跟弟弟 都在一起 過這種生活的 這酒不是苦悶的酒 是彼此可以互相慰藉的 歡樂的時候喝的酒 那最後結尾說 他說一任劉璇德 相對握高樓 就我們採取人生另外的抉擇 這有個故事 後來東坡也常常談到的 就是談到許思的故事 他求天問舍 東漢末年許思也是一國之士 後來他就投靠了呂布的 他那個謀士 可是他年輕的時候 他跟陳元隆是很好的陳登 兩個人常常聊天 有一天晚上聊起來 大家各言其志 那許思的說 我正想在動亂之時 就愁田問舍 買房子至產 過一般的生活好了 不要在這個亂之中 搞什麼政治很麻煩 陳登聽到就很生氣 大丈夫怎能這樣 所以呢 一口氣就把他推下床去 他覺得好委屈喔 你陳登真的不吃食物 你在那邊亂食用理 那陳登當然他是想 為漢朝做點事情的 所以兩個人就置不相同了 那許是大的委屈 有一天他碰到了劉璇德 就跟他講幾個事情 現在劉璇幫他 幫他說說話 來損一損這個陳登那個 陳元隆的 等劉璇聽的時候就說了 就罵他了 你這個人還求天問舍 那時候如果是我 陳登還客氣把你推到下坡去 與我是 白齒樓之搖了 意思就是 我住在1012的頂樓 把你丟到地下進去 當然嚴夏劇 劉璇德的志更高嘛 對不對 陳元隆那樣而已了 但在東坡現在採取什麼 一任劉璇德 隨便他 任著任隨他 隨著劉璇德 他去偵他的天下 他做他的大事業 我寧願採取什麼 如同水師一樣的 相對握高樓 你住在106了 高處不升寒 住在地下水也不錯 很溫暖 他採取另外的人生態度 不是以前人的一個抉擇 那我就不要再干一番大事業了 我都認命了 不要做這個 我希望能夠做到 一個平常老百姓的一種 安逸的生活就好了 管他在高樓大廈又如何呢 隨他去吧 這是他跟弟弟的一個勸勉之詞 但這個典故 東坡不只這樣了 以後還有很多的活用 大家先把它記住 當然現在我們看到 詞的一個互動的關係了 弟弟一手 我一手 他一手 互相的一個對應 東坡透過這樣的寫作 當然他慢慢自覺的 做一個胸掌的責任 不能夠老實啊 那麼多老少器 都丟到弟弟那邊去了 弟弟也會受傷的 那自己如果你愛一個人 就應該要 堅要自己奮發 然後把這個情感 調整過之後 才做一個很好的處理 所以弟弟對他來說 是一個平衡 他心裡很作用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對象 不斷的玩仿之中呢 東坡透過這個詞的時候呢 他也意識到這一點了 用理性來處理了 人間的各種的一個煩惱 那弟弟就要扮演一個 很好的一個 一個槓桿的一個角色 幫助他去處理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 弟弟去了 離開之後呢 麻煩了 這一年啊 突然之間呢 黃河氾濫 許洲水淹 我們講過了 朱東坡早期任光的地方 這地方都帶來很多的災難的 朱東坡帶掃把對不對 來到地方 那他不得不清理一下了 好 這個水貨啊 當然 那個雨下的很大 水要暴漲很久 東坡呢 很辛苦啊 發動所有的軍門 還有呢 利用軍人的力量呢 來呢 希望能夠保住這個古城 眼看水陰快淹到成長來了 東坡呢 還不斷上書給朝廷 投增援了很多的物資人力 沒想到老天啊 可憐他 快要淹到水 水淹牆之時呢 突然雨停了 水降了 東坡就鬆一口氣 但是很疲累 後來東坡呢 就趁便呢 就在黃河邊呢 就搭著一個樓台 來紀念一個事情 那個樓台呢 後來稱為黃樓 那是木造的一個樓台的 那塗了個黃土 因為東坡相信呢 所謂的五行三色 三生三刻的道理 土是刻水的 所以塗黃土在牆壁上面呢 代表以後呢 水患不在了 好啊 這個是東坡在徐州的工業的見證 第二年秋天 東坡就去了一個地方遊玩 就是呢 那下面我們看了第88首的 詠譽樂這個詞 前面我們看到了從 雨中花曼 然後到陽關曲 看到東坡處理時空的一種方式 他就要拉大 拓寬的處理 那到了詠譽樂的話 更是前 不是詞的範圍 甚至所有中國的文學裡面 很難的看到這樣的處理方式的 把它放在那麼遼闊 那麼大 那麼永遠的地方裡面去思考生命的意義了 結果得到什麼 人生的虛幻的感覺 一切都皆空 如夢的人生 這是東坡的第一次把詞 設立到這個題目裡 以前的人生如夢的感嘆 最先有的是李厚祖 因為亡國之痛 對不對 往事已成空 還如一夢中 但是他沒有很深刻的思考 他用佛家的道理去紓解這個 但是呢 寫出了一種是 很普遍的一種體驗而已 但東坡不是 他深入進去去思索生命的一個意義 那這個詞呢 就寫在彭城 夜遊之後的這個作品 那詞的題詞呢 彭城耶穌燕子樓 夢叛叛 因作此詞 這個燕子樓是彭城的名聖 相傳就在唐代的時候呢 有個張英 張建峰的兒子 張英呢 當了地方的節度時 他有寵妾 很寵愛的一個妾 就叫盼盼 話說這個盼盼姓官 我們稱為官盼盼 他很愛他 所以為他在這個彭城建了一個燕子樓給他居住 後來呢 張英去世了 盼盼呢守在燕子樓十年之久 最後因為思念過度 就絕食而死了 一個很棄艷的一個故事 森美的故事 我們呢慢慢就踏入東坡了 一個對時空深層的思考 也可以說從這個起端 經過勇玉約 然後到後來呢 真的發生舞台實驗的 人生如夢的感覺 更深切的感受之後呢 就被變黃舟 接著東坡這個話題更深刻了 後來寫了動仙歌 最後是歸病宅呢 去避文學的書寫來疏解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東坡了人生的重要的課題 人生的意義何在 如何破從虛幻的感覺 找到真實的一個況位 是東坡了一個 一直去思考的問題的 這個是起端 最後接到了 煉如叫前後去避復 都是跟這個問題相關的 好我們先看詞 明月如霜好風如水 清淨無限 驅趕跳魚 緣河洩露 寂寞無人間 膽如山谷 坑然一夜 暗暗夢雲驚斷 夜茫茫 重尋無處 絕來小遠行變 天涯眷刻 山中歸路 望斷固圓心也 燕子樓空 家人何在 空所樓中夜 古今如夢 何曾夢訣 但有舊幻心願 一時對黃樓夜景 未雨好談 最後結尾是未雨好談 一些很深的感叹 就結尾了 而且不是他自己 是未來的人 而且深深世世 代代相傳 就是一種感叹 是永遠掙脫不了的人生宿命 這次已經寫出不一樣的內容了 前面你從沒看過的 不許詞 連虛的內容 裡面都很少談到這個問題的 他只有一個點來擴散去思考生命的意義 好 所以讀這個詞的時候 你必須要跟著東坡去 試想他所 他好像一個 只能用電影的手法才能描繪出來 他如果操弄這個時空變化的特色 你跟著他跟著東坡看 先看什麼呢 明月如霜 我們現在不要說了 明月如霜是在同城看到的景 多麼沒有說是看到 還是夢中的景 因為他是燕子的夢盼盼 對不對 所以多麼給你一種疑真餘患的感覺 你以為是真 其實可能是假 以為是假可能是真 真真假都分不清的 一起來真的虛幻的這個地方了 好 我們先呈現一個景 但景內你先不要意識 是在夢中之景 還是眼前看到的景 是也非也都搞不清楚 但是又在其中了 明月如霜 開始看到明月照來一種如霜的感覺 這個詞牌很有特色 兩句並列一個對句 然後第三句就一個結尾 一個押韵 所以人說這個詞的寫出一種 輕力舒适的一種風格 一個特性 它兩個概念 輕力 它的意境是很清幽淡雅的 也蠻漂亮的 這首輕力 它的意境內容是這樣 所以舒适就是 跟著這個內容所配合的這種 很緩慢的一種語調 唯唯到來 這個詞 它的抒情性是很強的 為什麼呢 你看它牽食呢 明月如霜 好風雨水 好像一個對句 好像馬車一樣 先踏一步 再跟著一步 兩句並排了 第三句呢 它一步往前走了 再往後拉一下 好 怎麼這樣講呢 它說先你看到明月好像照下來 冷冷的感覺 如霜在身上的一種感受 當然這個也沒什麼特色的 你白天也說過嗎 明月一世 地上霜嗎 對不對 但這個是東北很喜歡用的 它給了一種冷冷的感覺 文臣講了 食人有一種心靈的潔癖感 又說出一種心靈的 美好的高遠的意境 它自然會逃離繁城俗世 到一個很清幽的內在世界去 所以在看到的人生的景呢 都用清啊 涼啊 如霜如雪的來形容的 這裡面你看 它這個晚上不是很熱鬧 是月光照下下來 冷冷的感覺 給你一種呢 非常的孤冷的 清幽的感受 好 月光這樣照下來 而催來的風呢 好風如水 因為是秋天啊 催來的風 不冷也不那麼熱 是好好的風 催在身上來的 如水一樣 人好像泡在水中很清零的感覺 好風如水 你看 月光是從上面照下來的 風水中遠處催在身上來的 身上來的 上下左右這樣擺動 一個立體空間的出來的 它說這個是什麼 第三句它不繼續寫啊 它告訴你啊 這就是清景無限 這個總結了 眼睛看到的 體會到這個景呢 就是無限清幽的景致啊 第三句就把它熱住 不往前瞅了 為什麼說舒適啊 因為它不趕快衝下去 它做一個停頓 給你一個舒緩的空間 來沉澱的空間 清淨無限 好啊 這樣的景呢 它是 有動作 但很緩慢 但這個詞呢 你會發現 東坡呢 逐漸加強它的節奏了 關鍵在哪裡啊 聲音出來了 剛才說 銀和無聲轉入 用無聲稱作聲音 這裡不是 剛好相反 它用聲音來 敲 好像我們的生命的上中一樣 不斷地提醒我們 時間正在分分秒秒的運作著 你看現在看到什麼呢 好 驅趕跳魚 幫我們帶到一個 這個情境裡面去 是夢中之景 還是眼前的 也不要先分辨它了 就是一個呢 一個你看到的眼前的景 驅趕 彎彎去去的趕彎 驅趕跳魚 當然形容可能是 那個燕子樓裡面的一個 一個特殊的一個景致吧 有一個趕彎在那邊的 彎彎去去 驅趕跳魚 怎麼叫跳魚啊 魚從水中跳起來 我這樣想啊 眾人明月如霜 但這個魚跳起來 未必是真的看到 可能是聽到的 為什麼 太安靜了 聽到就是說 萬來狙擊的時候 如果魚啊 從水面跳起來的時候 噗噗噗噗噗噗噗起來啊 你就聽到的聲音了 最後就掉下去 一掉下去 就當出一個漣漪了 然後你心中有個畫面 東博士上沒有寫得很清楚 但是有個漣漪盪開了 那時間就從一個漣漪盪起來開始 好像時間一個大暴躁 一個點爆開 時間不得的擴充嘛對不對 東博士上就這種感覺了 那個漣漪慢慢盪開 而且從上往下 魚掉下來 看到的或者聽到的一個景象 也想像空間逐漸的擴散 好 進出呢 圓河泄露 圓沿的荷葉呢 露水慢慢從葉子變上了 就滴下來的 卸下水面上 一卸下來 東一個漣漪又盪開了 然後有個畫面出來的 很安靜 圓河泄露 那個露很重要 為什麼 我們立刻想到佛家所說的 人生如泡如露 對不對 如說露水一樣 陽光一出來就蒸發掉了 是虛幻的 圓河泄露 那這裡面有注意到 裡面有個時間的變化的 驅趕跳魚 魚從水上跳起來 然後掉下去 它用的時間是很短的 可能一兩秒 砰 一個漣漪就盪開了 對不對 但圓河泄露是慢一點的 它不會一個砰 沙沙來的 它是慢慢一點點的 快要這樣掉 不掉的時候呢 就砰 才掉下來的 時間就延長了 這個詞就是在一個 好像一個漣漪啊 慢慢盪開了 給你感覺時間變化的軌跡的 圓河泄露 露水一掉下去 化在水中又不見了 當然要凝結水 需要多少時間呢 可能一個晚上 它氣溫變化之後呢 本來凝結在上面的空氣 變成水珠 水區越來越飽滿 最後成就不了了 它就掉下來了 需要幾顆的時間 才能形成露水 好 我們現在的儀式裡面 把它還原 應該有這個時間感的 圓河才會洩露 作者也說了 第三句要做個總結 這個什麼景 它說的叫寂寞 你不在那麼寂寞裡面 你聽不到 看不到 魚跳起來 圓河泄露的聲耐的 就是因為呢 完全沒有了 干擾的情境之下 很安靜的情境 你才意識到這個 時間的變化的軌跡 圓河泄露 它說一個景叫寂寞 好 那個寂寞的景什麼 它說無人見 無人見有很多解釋 一個就是 沒人看過的 不過以前都沒看過 可能是突然發現的 叫無人見 你可以解釋為什麼 不見人 你沒有別的人了 所以呢 不見人的時候 不受人干擾的 完全自然的一個狀態 人無法去干涉 大自然的那種變化的 就是無人見 自己不見人 也沒有人看過 都不是在夢中 還是夢之外 去審視 也不知道了 這告訴你呢 那是自自然然的 無法 當然主要告訴你 是不受人干擾的情形下 意思就是說 時間不是人所意識出來的 時間本來的存在著 不是人自己妄想出來的 縱然沒有人干預的話 時間還是在分分秒秒的變化著 現在它意識可能是這樣 寂寞無人見 把人排除掉了 它還是在變化著 好了 但是這個意思出來的時候 就有人的時間的意思了 所以呢 聲音就慢慢就越來越響亮了 他就聽到什麼呢 看這是自然的生態啊 現在人為的生態出來的 膽如山谷 膽是一個離身詞 一聲 第二聲 第三聲 三根鼓聲都敲起來了 膽如山谷 膽如的膽然的意思 咚一聲的離身詞 對不對 膽如山谷 山谷什麼 告訴你 靜態現實的子夜之時 三根之時 我們剛才說了 東坡從密宗以後 他很喜歡寫的字 設計在三根時候 三根半夜 正是一天將近 第二天這樣起來的一個中間點 它是晚上十一點到一點的時間 東坡很喜歡用這個來 這樣的思考人生的 剛才是春煞之教 這個時呢 半夜之時 來思考一些東西過去 一些東西快要來的 那個交接點 三根之時 膽如山谷 好 山谷就是一天過去的 時間又連長了 那我們腦海 還是有個聯益的檔開 逐漸突然擴散 空間的擴散 時間也跟著拉長了 剛才圓河洩漏 需要幾個鐘頭 膽如山谷 只有一整天的時間慢慢過去 好了 聽到三根之時 還有另外的聲音又吵起來了 坑然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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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然一夜落 天下靜之秋 梧桐一夜落 就叫秋天到來 這個夜當然不是普通的夜 應該是梧桐一夜 以前的很多庭院 晚上就種了梧桐一夜 梧桐一夜片大 一掉下來的時候 清脆悦耳 讓你睡不著的 坑然一夜 一夜之秋 聽到梧桐一夜 你聽菊花 聽不到的菊葉 怎麼聽到菊花的葉子 是掉落的聲音呢 它是枝上枯萎的 對不對 不是掉下來的 所以梧桐一夜就這樣掉下來了 坑然一夜 一夜之秋 你看剛才是三根 一天過去 再聽到時間就更快了 秋天就已經到來了 但這三根也敲起來了 而且已經知道一天過去 但葉子一掉落 也意識到一年有將近了 對不對 時間就更加的延長了 在這個時候呢 東坡就整個被驚醒了 剛才是原中的自然的景 剛才聽到人為的景也出來 還有大自然的一種聲音 不斷的翻動起來 這是很特殊的 用聲音裡面 暗示給你時間的 由小而大 由短到長的變化的一個跡象 而且呢 心中最好呢 想這個聯誼擴大 聯誼沒有停了 還在擴大 時間好像一個膨脹 就不斷的擴充的感覺 畫面上一直停 不要停住 一直想著這個畫面 不斷的擴散 我一直期待有人幫我 把這個拍成電影 就把這個字不用講出來 把這個字幕打出來 可是這個景跟著它變化 然後感到時間的軌跡 真的不容易的操作 對不對 那下面來了 他說 暗暗夢云精端 暗暗的幽暗不清的 如夢之云 如云之夢 人的夢一通云一样的 聚散都是偶然的 一散滅就不再重來了 就精端的驚醒過來 就斷滅了 他說人生 我剛才還在夢中 夢當下 以為一切都是真實的 都在那邊 沒想到幾秒鐘起來 一切都在變化 我們每天都做夢 對不對 當你剛夢醒的時候 好幾秒鐘 你分不清夢是真的 我們是因為醒來的時候 才意識到 跟眼前的景對照 跟過去是一樣 覺得現在才是真的 但最怕我們做的夢 跟平常玉子都一樣 分界線就分不清楚 那是一種誇張的說法 夢夢云精端 當我想到了 剛才的夢中 一切都是安穩如故的 但沒想到 精端之後 幾秒鐘時間醒來 你想回到這個夢境 已經回不去了 人的生離死別 何嘗不如一個夢境呢 當我就建立去思考的 當夢云今天 他想到了 夜茫茫 重尋無處 絕來小遠行變 在茫茫夜色之中 很想在尋找他那個 剛才的夢境 但是熟尋無處 在尋找都找不到了 然後呢 醒來之後呢 就在小遠行變 看這夢境在哪裡呢 所以就回過頭來講 前面明月如霜好風如水 是夢中追景 還是夢醒 絕來行變看到的景呢 做得故意都講不清楚 但是真正的 他都分不清的 所以做解從裡面的 了無道理 人生真的有成一場夢樣的 很短暫 夢中呢 你在當下的時候 在意識裡面 你以為一切都是真實發生著的 但沒有幾秒之中 一抽離這個時空呢 你又回不到之前的世界了 我們不是經歷過很多人生 有什麼感覺呢 你從幼稚園成長 然後到國中高中 你回得去以前的世界嗎 你回不去的 人生的夢就是這樣的 比喻啊都是一樣的 他的這個質感都是一樣的 所以做解呢 好不回顧了 他想到了 好慢慢把時間擴充 剛才這個夢境 讓他了悟到 原來生離死別 是同樣的性質的 都是一個呢 你只要跨越一個空間 有個時間的變化之後呢 你就回不去之前的時空了 人生就是只能拋棄在裡面 一切都是空患的 無法抓回原點的 怎麼這樣講呢 你看從生離的角度來講呢 你看他說 天涯眷渴 三中歸路 望斷固圓心也 剛才是一夜之秋 把時間擴大 只是年了吧 我離開家鄉 從三十歲 東坡離開家鄉以後 從此到四十幾歲了 十幾年來都回不了家了 不是很無痛的夢境裡 重寻無處的感覺嗎 現在你看我流落天涯 天涯眷渴 所以很疲倦很想有個歸宿的 但是呢 我一直三中歸路 變認了 如同從三中 回歸的一條路線 但是你怎麼樣都回不了這條路了 那你說我現在持久回到過去了 事實上你回到以前的 重寧真的 他東坡現在呢 跟了弟弟辭職的回到家鄉去 但是回到家鄉的那個時刻 也不是以前那個家鄉 起碼他爸爸媽媽不在 太太也不在了 已經變化著了 空間就是騙人 你以為一樣 事實上都是家鄉 所以他實際上是最可怕的 一個偽裝的一個人 一個神 好 他說望斷固圓心也 這是兩個解法的 他如果要了解他 會把那個道磚來了解 比較容易 是望固圓而心眼斷 望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眼睛看 好啦我離開家鄉 我眼睛極力所望 怎麼望都望不到底的 人真的視力有個限度的 而還有一個望是心裡的盼望 怎麼盼也盼不到了 望也望不見 盼也盼不到家園 這個望斷固圓心也 心盼不到 眼看不到 一切都斷了 你剛才的夢是一模一樣 你只要離開之後 你都回不下去以前的世界 好了 這是幾十年的 離開在外的經驗了 你可以想想你自己的 對不對 以前每天在家裡面 吃飯上學都一樣 來到台大讀書之後 你回到以前的世界 你回不去了 你一定要有種陌生感 最後你還穿著以前的制服 還是不一樣 我們會有一種 敬相情切 敬孝情切的感覺 你就是因為 你意識到 你以為以為不變 現在你明明意識到 就是在變化著 你根本無法跟以前接著一起 好 不止這個生離 生離才幾十年 再擴大了 我們說那個聯繹沒停止 還是擴大什麼了 閃到燕子樓了 燕子樓是好幾百年前唐代時候的建築 現在呢 他說了 燕子樓空 家人何在 所以燕子樓空空遠 以前住在那邊的家人 官叛叛 現在又在哪裡呢 人死後不能附生啊 那是因為人無法跨越了死別之後的哀傷 對不對 那家人何在 空所樓中燕 只有什麼 鎖住樓中的燕子 用燕子的來來去去 來映照人世的變化 我們說唐乾王 就是王謝唐乾燕 來用燕子的來去自由 對照人生的一種啊 禁錮 不能啊 改變的是一種事實嘛 空所樓中燕 這裡是東坡第一個是文化的 後來我們讀了 讀了東坡的前世筆符 他不是問一個問題嗎 想到曹操的故事 他說古之英雄如今安在在對不對 事實上呢 真正的發問的從這裡起端 他問的不是英雄 我問這個家人何在 我們所謂歌功的頌德的英雄仰物 或者讚美憧憬的家人浪漫的起立的故事 這些人又如何呢 真的會不朽嗎 不朽是一個名聲 但人呢回不了我們的現實世界的 所以東坡第一次發問了 以後只問英雄如今安在在 這裡是現萬的家人何在 誰說時間會留得住我們人間的美好的 幾百年前的家人已經不在人世 只能平啊 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去平掉他而已 人生不許都虛幻嘛 對不對 家人何在 空所留眾眼 好啦這個還不只啊 東坡還挑戰我們的讀者 那剛才的時間還幾百年 現在東坡把時間再擴散到 古往今來了 古今如夢 他說我們啊 剛才的夢是平常我們平常做的夢 那是一個層次 另外更大的層次是什麼啦 人生是個大夢 你知道嗎 古往今來就是一個大夢之中 何成夢訣 誰能夠從人生的大夢醒過來呢 我們就是執迷不悟 不常能這樣說嗎 因為我們都在夢境裡面 夢中做夢 自己就不自知 這裡面呢 實際上呢 暗含暗合了莊子所說的意思 當然我們不能說東坡是元世代的意思 他是真的從自己的體會出來 不是一種哲理的思辨 中坡曾經說過 他說放其夢也 不知其夢也 當你做夢的時候 在夢裡面你不知道自己做夢的 你可能跳出來說 啊我那個是夢呢 對不對 夢裡面你就沉醉其中了 生在其中 你就根本不知道裡面的真假的 我在夢中 而且夢之中有這樣 夢裡面可能要再做夢了 你不知道人生 你的夢 你現在的夢也是在 你的之前的夢中裡面的 再一層的做夢 反反覆覆 周遭不已的 那怎麼只要這個夢呢 絕而後出其夢裡 當你醒來 才叫做前面的夢 一層一層了 你醒來 為什麼只要醒來這個夢啊 因為你對照 你現在的一切都安然無難 然後跟剛才那種呢 突然的一種不同 對照出 以現在的很正常 來對照以前的一個 夢中的不是 來這樣印證出來的 但如果你的夢 反反覆覆都是這樣的情節的時候 你就分不清了 所以絕 你能夠多絕呢 那個絕是 我們每天醒來 但你醒來 眼睛頭都是虛假的 所以莊子剛推論出來 然後呢 且有大絕而後自己是大夢 只有真正的人呢 收到得到之後 才醒悟到原來人生的 各種夢中的夢 夢裡面 所有的夢中都是虛假 只有到這個經濟 你才知道 真的自己是什麼了 所以東坡這裡面呢 古今有何像夢絕 那個絕就是大絕 不是平 剛才是絕來少遠前面 這是平常的絕 這是大絕 才知道人生 原來是個夢 但是誰能夠承認 做最後的大絕呢 所以你們 我在這邊講課 你在那邊填書 可能是夢中的情境而已啊 有一天你不知道 從哪個時候醒來 哦原來做了一個夢 聽了什麼東坡詞 不知道人在何處對不對 你也搞不清楚了 那我們也不知道是真的 對不對 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東坡就想到了 何處夢絕 好了 如果 人不能真的有一個大絕之後 那就麻煩了 但有咒歡心願 因此呢 我們就被夢操弄著了 夢要你富貴 你就高興 要你貧賤 你就悲傷 要你成功 你就得意 要你失敗 你就愛傷 反反覆覆 每天都被操弄著 我們每天 實際上很難 認為你每天過得都恒長如故的 突然一個事情 一個電話 一個朋友 一個言語 可能今天就不快樂對不對 你只能預估 你每天都是如你所願的 過得好了 這是夢中的情節了 所以但都是相對的 好壞是非得失 糾結不已 人生就如鐘擺一樣 難得安靜的 所以但有咒歡心願 各種的悲歡離合 得失成敗 咒歡心願 心咒混雜 通通都翻腾不已了 因為我們就是夢中情節 人無法掙脫出來 因為無法從夢中真的醒來 所以東坡這個體會之上 一首小詞 莊子用一種大文章來寫這種體會 東坡不是 用微微道來 從一個聯誼開始 擴散到古今如夢 我們讀這個詞以為置身事外 東坡才挑戰我 難道真的是這樣嗎 你想想看 你們也不能置身事外 你也是古今如夢裡面的一個小人物 小情節裡面扮演的角色而已 不是這樣嗎 他說了 意識對 意識的踏實 未來的一個時刻 意識對什麼 黃樓夜景 未雨浩壇 東坡一方面覺得自己蠻驕傲的 我建立黃樓來建立我在徐州的工業 但是也蠻悲哀的 為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做人的一種對照的憑證 對不對 好 意識誰對 就是你們讀者的 未來的後生晚輩 來到黃樓的時候 應該也會登樓平調 來想起我蘇東坡 應該為我感叹不已吧 也會問一句 如今蘇東坡也安在在 眾人黃樓不見了 東坡留下一個詞出來 你讀到了 你不是同樣的感善嗎 東坡只有在哪裡呢 不是反反复的呢 東坡當年是問了家人何在 今天我們問了東坡何在 如果你的寫東西留下來 都寫了 你讀到東坡文章 你怎麼看呢 後來你的子孫也問了 那我的祖先何在 所以一代一代都是這樣的 那個聯誼一直擴散 就是以時空做一個底蘊 我們永難以抽身在外 人生永遠都不得安寧 王羲之所說的 厚之是金 亦有金之是喜 我們怎麼看過去 就如同未來 如果看我們一樣 東坡也了解到這一點了 我怎麼看過去 張帆帆帆的故事 如同未來 如果看我在 黃州的故事一樣 世世代代 無從已 都是同樣的 一個相對的情節裡面 去運轉 所以寫在這裡的時候 人生真是無解的 當然東坡必須 從那種人生融化裡面 就重新思考了 真的生命一戰 一切都是落空 都是被操弄的嗎 所以東坡必須繼續 從往後的歲月 在生命的經驗裡面去 加以去審視的 難道只是 點出這一點 如莊斯所說的 人生真的無所為的 一切都被操弄著 沒辦法自主的空間嗎 那這個是後來 這個課題以後 東坡一直在思考 如何在變化之中 找出一個不變的定律 來肯定人生的正面的意義 這個我剛才所說的 從這個做起端 東坡的詞已經不是一般 從密究時候 那是抒情詞 抒情已經到這個極端了 最悲痛的江誠子都寫出來了 最豪壯的江誠子也寫出來了 弟弟的情懷也 這個詞裡面充分的抒發了 往後了 東坡更要尋找 就是對情的安頓 前面所有這個詞的更有 都來自一個原點的 他必須去思考這個問題 人生的定位何在 所以東坡從這個時候開始 才43歲 一直等他去世 66歲去世 有20多年的時間 他不斷反反覆覆思考這個問題 後面就在詞裡面成就了 後面的定洞仙哥 好了 還有黃洲時期的那個煉爐焦 最後煉爐焦無法解決了 他還用負跟長篇來加以撲數說明 就是前後吃必負 所以這個是困擾東坡 你可以說是一輩子的課題 他如果去尋找 但我們先會預告 東坡最後了解到 也許人生真的很多東西難以掌握 人生如夢 但是夢由心造 如果你心安理得 你不至於惡夢連連 人也可以操縱夢的品質 能夠決定自己夢中的那種好壞 不做虧心是何來惡夢連連呢 人還是有自主性的 有抉擇的空間 有覺得就有自由的一種精神在 這是後來東坡慢慢意識到 但這個時候呢 東坡是把問題從河旁去呈現出來 但是東坡當然不是夜深人靜的時候 會單於一種這樣的思辨 但是東坡還有另外一面的 就是比較務實的人生 他不會把他帶到他的工作上面的 但他煩夢的時候呢 他會不斷地工作 運用他的體力 融於生活之中 讓自己不得寫 這個運動 咱身體不斷地運作 對他是有好處的 會激發這種能量出來 而且是比較正向的能量 東坡會弄一些房子 安定他的家人 關心他的朋友 然後努力從工 這些都是可以激發你內在意志 很重要的生命力量 如果東坡只是像一般的詞人文人一樣 去單於這個思辨的話 他人生異異的 都是虛幻的人生 但他有另外一面 比較務實的一面 在務實的生命裡面 取了身體力行去感 感覺到 體會到 實踐了某種生命的一種精神 這個是後來東坡要走的路了 我們看到一個不是控制懸賞 如莊子一樣的哲學家 他是一個行動的哲學家 以行動來支持他 輔助他 達到一個生命更高的境界 好我們先停在這裡 下個禮拜了 我們就看看了 另外一種呢 動不好 人的生命境界 從自己驗試自己開始 現在開始對人生質疑了 但人呢 不只只有呢 跟自己的對待關係 驗試身體而已 人要放在整個社會 歷史文化 甚至環境之中 不斷的交涉互動 才能夠確定自己的定位的 好 東坡用什麼方法呢 走入農村 認識自然 也許是另外的途徑 然後我們看到東坡的詞 寫了很多的 不只只有人與人的往來 生死 生离死別的哀傷 還有更多的 跟土地的擁抱 與人民的關係 然後互動的裡面呢 激發的跟呢 穩當的 穩實的一種情感 那下面我們可以看到 一系列的 東坡的農村詞 我們下個禮拜再繼續看 徐州的作品 好不好 下個禮拜再見 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下個禮拜 那邊 決定 次 我們下個禮拜